20岁寡妇怀胎十年终于产子 没想到生下的却是一个穿越而来的废物 这个世界三千体制 他偏偏继承了最无用的荒谷圣体 天将家所预示着男孩一生将无法修炼成仙 这废柴刘开局即便是他拥有前世的神志也无可耐用 幸好爷爷是个厚道人并没有抛弃他 想着就算是个废物以君家在先遇的地位 让孩子过个衣食无忧的日子也不难 恭喜宿主获得千道系统 检测到千道点天地宫是否立刻进行千道 柯喵的果然所有穿越的人都会有个细口金手指 索性就给这老头一个惊喜 千道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八星稀有奖励大成荒谷圣体一军 话音刚落只见天地震战意向频发 伴着一道道家所被震碎的声音传出 虚无忠一个个身影竟直接对着孩儿开始跪拜 圣体意向万圣朝拜 我孙儿竟然打破了禁止出现大帝之姿 而就在爷爷为他启明君逍遥之时 因为君家在县域内的仇家并不是 为了保险起见爷爷刚想将君逍遥的圣体拨动封印主 不曾想这一举动竟直接将闭关修炼的十八倍子从铜棺材引起了 我君家后人何时做事需要这一举 万万放弃此时如果有个人而言 以逍遥无力 老朽不介意出山杀他的天翻地主 霸气宣言之后老祖更是宣布日后君家所有资源都要向这个孩子倾斜 并破格赋予了君逍遥零号序列 听到这里爷爷显然已经坐不住了 君十一族有万人之多 这其中只有区区十个可以被老祖赋予序列的族人 拥有序列则代表着可以拥有争夺家主之位的资格 而只有一人可以凌驾在这十个特殊存在之上 那就是利润家主独有的序列零号 签到地点以刷新 请宿主前往太岳谷被签到 然而英君逍遥还是强保状态 所以这任务一等就是三年 这天已经年满三岁的君逍遥正听着爷爷教诲 修行只有跨过了最初的肉身进五虫神藏进五虫 才有资格步入真正的强者行列 可听着爷爷说以自己的体制要用两三年才可以跨过这门槛 君逍遥却不以为然并表示自己好像随时都能突破 随即在爷爷的授意下他便立刻开始运功 不曾想境界的提升让他根本听不下来 直到正是步入神藏进这才做马 亲眼目睹孙子堪称妖孽的表现后 爷爷差点高兴地归系 兴奋之余便提出要给君逍遥一个奖励随便提 而逍遥的要求便是参观三年前系统给他的任务太岳谷被 与此同时作为家族检测肉身强度的太岳谷碑前正热闹非凡 原来是分家数出的君灵龙要准备进行测试 一涨下去波纹扩散 15万斤的数额便映入了众人的眼 就当人们惊讶其天赋时一道嘲笑声突然传出 君灵龙你号称七窍灵龙新将来必定成胜 比起上次测试竟只涨了三万斤气力丢不丢人 可因为蓝青崖乃是第十序列军杖剑的追随者 君灵龙也没想理会他转身正要离开 听说你拒绝了仗剑公子的邀请 这时面对始终不言义语的君灵龙蓝青崖眼目 可就在二人即将爆发一战时 却被一个不知何时出现在俩人面前的小孩打断 恭喜宿主到达千道地泰岳谷碑千道成功 获得六星奖励神像镇预计 小鬼你谁啊 知不知道这是哪里就敢乱吵 这吵闹的声音顿时让孩童极为不爽 你问我是谁 天地公君逍遥有意见吗 此话一出瞬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甚至连刚刚还极为嚣张的蓝青崖都被按着脑袋 跪下向着君逍遥请安问嘴 而直到这一刻中人才算真正目睹了 曾轰动军家的神子真容 可君逍遥显然不是来这里作威作福的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来太阅谷碑千道 顺便测试一下肉身强卫 只见君逍遥欲听那一件猪身气压开始 那极端恐怖的压强 甚至连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无法呼吸 随着他那精致小巧的小手向后续 利用刚刚系统加持的点力 对着骨碑就是一拳 而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一拳 竟让存在千年的太阅谷碑瞬裂焚毁在一起 见此情形内心震动最大的莫属逍遥爷爷本身 因为他是望望没想到自己的孙儿 才刚刚突破神藏镜就立即触碰到了林海静的门槛 真不知道这孩子的上限到底在哪 随即看着因打破骨碑自责的君逍遥 爷爷真是又气又爱 内心早就把珍宝太月谷碑的损坏抛到了脑后 只想着抓紧回去给孙子讲解 步入林海静的法门 就要离开时其中一个被逍遥认定 母老虎的女孩突然拦住了爷孙俩的去 而面对爷爷极强的威压 女孩虽然显得难以承受 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弟子君玲龙怨奉神子为主 请允许我成为神子的侍从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在场所有人惊叹震动 因为就在不久前身为帝氏序列的军杖剑 曾对他亲自抛出橄榄枝却遭到了拒绝 如今竟主动想上位 这不就是在打仗见公子的脸吗 这时似乎看出了孙儿的不解爷爷 也开始为他解惑 因为君玲龙乃是分家之人 修炼资源少得可 所以要想往上爬 就必须和主家攀上关系 而相比于已经追随君杖剑的蓝青雅 君逍遥明显对君玲龙的好感更深 至此这对比例极为不协调的主国二人组便诞生了 而受了委屈的蓝青雅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所以在送别爷孙俩之后 他便紧忙来到了军杖剑闭关之所 那个叫君逍遥的小鬼 打破了太岳古碑成就万古极境 就连君玲龙也选择了追随他 话音刚落只见一股迅猛气息瞬间飙升 下一秒一道俊俏的身影便出现在了眼前 而此刻君逍遥正接受着爷爷的审论 没看出来你小子年纪不大还挺会聊妹 有了小姐姐就不要爷爷了 见此情形逍遥紧忙开始用上那百事不爽的撒娇攻势 不料却罕见地被爷爷一把揹开 我问你刚刚攻击太岳古碑的招式你是在哪里学到 而君逍遥自然不能告诉爷爷自己是通过系统金手指奖励获取 所以只能谎称是偶然获得的机缘 由于君逍遥今年才三岁 故此爷爷根本没想到他会撒谎 此事作罢爷爷爷还通知了逍遥在他十岁时 军家会为他办一场生日宴 到那时不管是仙玉还有众多世家大族都会来临捧场 并且当天军家会宣布军逍遥零号序列的身份 属于你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恭喜宿主已触发新的迁道地点 请在十岁宴上完成迁道 这特喵的系统是真牛逼 一杆子整到了七年后我还怎么靠迁道修炼呢 这时君灵龙突然出现在其身后 表示军杖剑公子正在外球界 这下也让专心研究系统的逍遥下了一天 然而面对君灵龙是你让我把这里当家的理由 君逍遥却显得无言以对 所以只能告诫她以后记得敲门顺便问了下君杖剑是谁 她是蓝青雅追随的公子 与您同族算是您的族兄 那么请问蓝青雅又是哪位 她就是刚刚被你教训的那个女孩 听到这里君逍遥本以为来者不善 却没想到出门准备迎战时 发现君杖剑竟把蓝青雅绑了起来要负经请罪 可穿越而来的君逍遥思想早已远超三岁小孩 所以马上便看出了她不是来告罪分明 是来给自己下满威的 族兄你是打算一直让她跪在那里 面对君逍遥的提问 君杖剑本想告知只要获得神子的亮解 就会放到蓝青雅 不料君逍遥竟直接选择戳破窗户纸 我这人有个特点从不计为夜仇 别人惹我我都会当场打回去 所以你也不用打着像我赔罪的幌子 来满足你那特殊的癖好 此话一出顿时气的君杖剑牙齿痒痒 既然这样那就没必要留着这蠢祸 话音刚落指剑在其手中 瞬间射出一股灵力气息 而她的目标竟然直指蓝青雅的面目 紧接着伴随一道爆炸声传出 带到烟雾散去 索性君灵龙及时出手 这才救了蓝青雅阴力 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杖剑公子 这时还想出手的君杖剑 突然被逍遥出言致止 族兄真是好大的火气啊 在天地宫直接动手 族兄是在挑戏我 此话一出顿时让君杖剑冷汗直流 误会误会 族帝贵为君家神子 我又岂敢冒乱 然而还没等她的话说完 龙逍遥便瞬间将桌子掀了起来 右腿蓄立剑 直接对着君杖剑就是意见 这突然的暴怒令君杖剑也懵逼了 但让她更为震惊的士君 逍遥的力量竟如此恐怖无私 族兄我没骗你吧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我就会当场打回去 今天天气不错 不如咱俩就在此切磋切磋 而面对如此嚣张的态度想来 就算是忍者神规此刻也忍不了 随即只见君杖剑 直接拿出了一块 名为天元至尊的令牌作为赌注 表示如果输了她闺女 如果赢了足弟只需要道歉即可 这时听着君灵龙的传音君逍遥才得知 传说此令牌乃是可以开启 上古大老秘藏的东西 随后君逍遥竟突然邪笑起来 足兄大气 逍遥在此谢过了 这吞喵的能是个三岁小孩发出的声音吗 堂堂一个家族公认的天才少年 竟被一个三岁小孩处处压制 但在场的所有人却没感到意外 只因那三岁小孩正是家族嫡系中的嫡系 出生就惊动祖先破格列为 下任军家家主的神子君逍遥 此刻与其对战的君杖剑也明白 必须全力以赴 不仅是第一招便用上了绝学紫皇剑军 不曾想君逍遥只是随手一挥 剑与首分离剑 君杖剑自以为最强的一击竟如此 便被轻易化解 怎么说呢 总感觉足兄弟 比我想象中还要弱难 话音刚落伴着君逍遥轻描淡写的一脚 下一秒身体与强力碰撞产生的爆炸声便瞬间扑散开 烟雾消散间一颗大门牙突然出现在众人眼中 而他的主人正是刚刚还极为嚣张 现在却被一脚叫做人的军家地势序列军杖剑本尊 作为补助的原天至尊令君逍遥自然也没克制 谢谢族兄的慷慨解囊这战力品我就收下了呀 检测到关键道具 新的千道地点已刷新 请在天元至尊密藏完成千道 没想到随便比个事还有意外收获 这时一旁的君灵龙还在一边为蓝青雅包扎伤口一边安慰他 你整天挂在嘴边的杖剑公子却是你如草剑 良情责目而欺劝你不要再被他骗了 然而刚刚遭受到主人抛弃又差点没命的蓝青雅显然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你们三个姓君的我将来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说完便流着泪转身离开了现场 我说姐妹你可真会说话呀 怪不得人家讨厌你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那你以后在外面因为嘴欠被人打了可别来找我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君灵龙开始自我怀疑 我有那么差吗 画面一转时间很快便来到了七年后 而今年正是君家为君逍遥举办十岁生日宴的年头 此刻大街小巷正洋溢着欢声笑脸 这就是君家神岛麻好热闹 如果再能遇到可爱的小伙伴就更好了 三年来君家为了能让君逍遥获得更好的提升 以至于他闭关修炼每天的食物全都是灵丹妙羊 此刻他虽然只是吃了一口普通的苹果 但相比于那些苦了八计的丹药苹果的美味简直让他流连忘返 回味间才发现旁边竟多出个人来 话说你怎么在这里 我是凤家主之命前来捉拿某位撬官的神子回宫的 这肯定的回答顿时惹得君逍遥尴尬一笑 随即在略显作作的转头间 下一鸟直接施展全力向着远处逃去 而就在主仆二人你追我赶时 一道求救声突然让君逍遥停下了脚步 定静一看原来是位漂亮小姑娘正在发难 明明是你先弄伤小灰灰的你嚎叫什么 这时随着看热闹的人数越来越多 其中一个老翁本想着用钱补偿来稀释宁女 却没想到此话一出更是惹得小女孩火帽三丈 你们竟把我当成了讹人的三叫九龙了 她弄断了小灰灰的一条腿 我也打断她一条就够了 此时目睹事情全部经过的君逍遥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敢在我君家的领土上撒野胆子够肥啊 随即只见逍遥突然拿出了一颗吃剩的骨盒 根本没犹豫直接对着小女孩扔去 但小女孩显然也不是吃醋的 谁竟敢偷袭本小姐 可虽然女孩挡住了攻击 但手里刚被截获的暗器湿漉漉的触感 让她不禁感到一阵恶心 哪里来的丑八怪敢管本小姐的闲事 你知道我是谁吗 然而面对女孩的质问君逍遥却根本没放在心上 而且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女孩争吵 如此无理的回答也彻底让女孩爆发了小宇宙 蓄力间 一个剑步便已到达君逍遥的身旁 还并没有动用权力 应该没想伤她只是想出口气 别逃啊丑八怪 与我大战三百回合 你都抓不到我还和我打什么呀 可看着面前这一对欢喜冤家 站在高处的君灵龙却没办法欢喜起来 因为她看到了女孩胸前的标志明显是青州江家独有 如果再让俩人持续地闹下去 一旦出事了对两家都不好 但内心中看戏的分量却还是压过了理智 所幸就不管了看看二位爵士神童到底孰强孰弱吧 此时君家天地宫内君逍遥十岁宴正在进行中 首先步入会场的便是青州江家 那丰厚的礼品单顿时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下来 此次江家派遣之人乃是身怀先天倒胎的神女江圣一 以及江家的掌上明珠拥有圆灵道体的江洛梨 而看着一直嘟嘴不开心的江洛梨 众人本以为是因为她与君逍遥的娃娃精造成 直到姐姐江圣一说话这才恍然大悟 碰到钉子了吧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乱跑 要是让我逮到那丑八怪我非得削她一顿不可 这时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姐妹俩的队伍 洛梨好久不见近日可好 抱歉 您是哪位 在下荒谷叶家叶星云 之前在落月秘境我们 话到一半不想到江洛梨只留下再见 直接寻找忽略向前走去 然而就在姐姐出言责怪洛梨 叶星云竟然不怒反笑 洛梨就连黑脸都如此可爱 我该如何自摆 画面一转大厅瞬间肃静 诸位千里迢迢来参加我孙儿的十岁燕老夫在此谢过 话音刚落逍遥爷爷明显察觉到了几道不友善的目光 军家第十序列军杖姐 第七序列军雪皇 第五序列军万姐 以及目光一直停留在某处的叶家叶星云 和天然蒙昧江家江洛梨 这时就在众人起哄要一堵宴会主角军家神子军逍遥时 爷爷尴尬地本想出言几时 随着房顶被突然炸传 一道嘻哈声便传入了众人的耳中 在下军逍遥感谢各位光临我的十岁燕 我这装逼的方式大家可否接受了 其实在军逍遥出来后 江洛梨便已有所察觉 因为除了脸以外 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身高都和那人几乎一模一样 而作为主角的军逍遥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 所以在面对江洛梨大庭广众的循问身份 不想宴会被搞砸他也只能选择否认 并且为了掩饰还给自己加了一段戏 而看着军逍遥英俊的面孔 一时间江洛梨竟也相信了他的话 同时还露出一副花痴嘴眼 见此情形爷爷惊讶之于 突然对着军逍遥屁股就是一枕 你小子可以啊 还没等我介绍你就勾搭上了 这就是江家的掌上明珠洛梨姑娘 也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娃娃 亲本尊你的未婚妻事业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两人同时惊叫出声 此刻军逍遥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都贵为神子 却还逃不过被包办婚姻的下场 紧接着他便突发奇想 如果能想办法让女孩讨厌自己就可以回婚了 这时只见江洛梨玉手伸进了袖子中 下一秒竟拿出了一颗灵丹交到军逍遥手里 这是不老全知水炼制的灵丹快吃吧 答应我保持现在这张脸不要长大 不然就不可爱了 这一系列爱恼的话不禁让军逍遥感到一阵尴尬 随即更是下了决心定要把这桩婚事推掉 而在人群中搜索了一下后 目光很快便锁定在了军玲珑身上 小手倾台间便开始了手语传音 你赶紧跳出来 就说我们已经私定终生 事成之后价格随你开 然而即便是军玲珑惊讶 平时一毛不拔的神子竟然出了高价 但他还是选择了果断拒绝 我还想活着离开这里那你别闹 而就在军逍遥傲恶恼间 大厅内的众人已经开始为两人庆红 就在这时随着一道拍桌子声出现救星来了 我不同意这门轻视 这特喵的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随后军家神子和叶家少爷的对战 很快便被传开 唯独一人泰然自若旁若无人 听说你此次特意出关 就是为了来参加神子的十岁夜 毕竟是三岁就将你击败的人 我也是很好奇的 这吵闯的回答顿时惹的军杖见面色一黑 但相比于军雪皇 他更在意的还是眼前这位 因为他完全没搞懂这个武学怪吃 为什么也会到此 画面一转在宴会楼外的操场上 还没等裁判宣布完美食规则 挑战者叶星云便已摆好架势 听到开始的一刹那身形如弦一般便射了出去 速度之快让军逍遥也为之一几 就连一旁观战的众人 都在夸赞叶家的星辰王体果然名不虚传 但不曾想军逍遥竟然选择正面硬钢 并且仅是一击变巧妙化解了叶星云左手的攻势 而后伴着叶星云右拳再次行 又是向身旁一闪遍躲开了攻击 随后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攻守转换 双方这才彼此作罢分散了太 而此刻最为震惊的莫属于叶星云本 因为他知道在外人看来军逍遥 一直处于下风被迫夺地攻击 但实际上则是自己根本碰不到军逍遥 可心爱之人就在身旁观战 怎能就此作罢 紧接着他便咬了咬牙 刹那间伴随着一缕缕蓝色气燕 自体内身旁而出 一道不老印记在额头上缓滥风险 下一秒星辰真身四个字便被叶星云吼 这绚丽的一幕不禁让军逍遥感叹爱情的力量 还真是伟败 可叶星云的攻击 却根本没打算给他时间畅想 在巨大的撕扯力下 军逍遥这才后知后觉 卧槽好像完大了 男孩为了争夺配偶权 对情敌使出致命一击 炽热的火焰几乎将敌人全部楼上 可情敌却不慌不忙 还露出诡异笑容 只因这一切都早已在他的掌握之中 而自军逍遥体内散发出的金色灵气 不禁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击 但因为荒谷圣体从上古时期就已变成鸡肋 以至于大家都误认为 军逍遥能做到如此已经是穷途莫隆 我们其然在双方正面对空间 伴随着咔嚓一声闷响 最终结果还是以军逍遥不敌 叶星云惨败告终 眼看着军逍遥从高空坠落 但作为师数者本人的叶星云 此刻却一脸问候 就连裁判看到军逍遥口吐鲜血的凄惨模样 都忍不住吐槽他不至于 对一个十岁小孩下如此狠手 然而此时可能只有叶星云知道 自己有多能力 因为就在刚刚双方对空间 军逍遥竟然还有时间对着他抛媚眼 而就在他感到不解释 没想到军逍遥竟突然收力 因此才造成了被击败的假象 最气人的是此刻军逍遥还在演 请不要责怪叶公子 他实力超群我真的甘拜下风 逍遥自质愚钝不敢耽误将小姐前程 所以这婚约还是解除了吧 此话一出有心之人立刻便猜出了用意 可女主角江洛黎却不想如他所愿 没关系逍遥哥哥 就算荒谷圣体是鸡肋 我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 就在这时一道嘲讽声突然自不远处传来 这就是所谓的上谷最强体质 连小小萤火虫都打不过也配号称人族圣体 这来历不明的几人顿时惹的军逍遥为之一了 但爷爷却认出了他们乃是太古龙族之人 这时只见蓝青亚突然被一把抓住 直接对着地面大力砸去 本大爷可是听你说有突破枷锁的荒谷圣体 才去尊到此 既然情报是假的你也可以去死 而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三个月前 此时身为军家敌对势力的祖龙朝政一片祥和之气 恭喜龙子大人成功融合龙园 而面对恭维主角龙浩天却不以为然 表示他大哥早已融合三枚龙园 自己迟早有一天定要超过他 这时一道嘲讽声突然打断了众人的聊天 只是融合了一枚龙园就沾沾自喜 殊不知隔壁军家已经出了个万圣朝拜的神子 真是可笑 话音刚落女孩便被抓来扔在了地上 而来人正是英纪奋族人叛离军家的蓝青雅 看着龙浩天那张兴奋嫉妒的脸 蓝青雅庆幸他还真是找对了人 画面回到军家天地宫大殿前 看着那张极度嚣张的脸 军逍遥显然也不愿在伴猪吃虎 我说哥们在我们老军家的地盘打我们弟子 你几个意思啊 而此刻最难受的莫过于蓝青雅前任主任军帐前 这叛徒大闹神子宴会要是追究起来 恐怕我这个地势序列身份都要捕住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根本没想那么多 吩咐完君玲珑将蓝青雅带走后 便主动提起当年老爹君无回首次龙族至尊 将其八辟抽筋后龙族就是我们老军家为死 但你想报仇找我来就行 欺负女人实在是恶心至极 怪不得这么多年你都站不起来被人看不起 这事伴随着放肆两个字从上空传出 龙浩天手下两名图从眨眼间便来到了君逍遥身体 然而根本没用君逍遥动手 身后两道灵力气息爆发间 便直接将二人崩溃盗飞而出 这里是君家 还轮不到你们这群香巴佬在此撒影 一族强者推想进攻的浩姐 君家序列催扑拉朽给予致命一击 同样是年轻一辈天才差距竟如此之难 我君家岂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挑衅呢 此话一出顿时惹个众人惊叹出声 这出手的还只是君家第十序列和第七序列而已 荒谷世家的底蕴在此刻显然已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看着手下居然被轻易地击败 祖龙朝龙子在愤怒的边缘徘徊间 手掌突然略微地抬起 伴着第十序列军杖剑瞳孔瞬间放大 一股凌厉气势眨眼间便轰击在了他的身上 可即便是军杖剑认出了此招乃是龙族大神通劫龙手 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于巨大结果 也只能是被一击轰退 而看着龙浩天竟然想赶尽杀局 第七序列军雪皇本想出手制止 不料龙浩天却直接把怒火转移到了他身上 速度之快让军雪皇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复 这是暗中一只小脚蓄力剑 不然顺身来到军雪皇身前挡住了这致命一击 并且令龙浩天更为惊讶的是 那道交小身影仅用了一只手便做到 只因他不是别人 正是军家灵浩序列天地宫神子君逍遥 只见逍遥先是看了龙浩天一眼 紧接着手掌瞬间发力 下一秒便在龙浩天的震惊中 直接一拳正面将其攻的倒飞而出 可应接了攻击的他却不怒反笑 有点意思了 这才是突破枷锁荒谷圣体 足兄足姐你们先退下 这小哥是来找我的 话音刚落俩人本想出颜劝索 不曾想这里的动静竟然惊动了你 今日本就是这小子的十岁夜 就让他亲自为四方豪族驻驻养 随即场面先是出现了短暂的风平浪静 而后伴随着两道细微风声传出 对风产生的爆炸声瞬间传遍了整座天地宫 紧接着看到双方你来我往的迅猛攻势 叶星云不禁怀疑到 刚刚和他对战的军逍遥真是他本人吗 少爷不要眨眼好好看点 真正在时代顶端争斗的 不是像你这样的天骄而是怪物 而现在在你面前的就是怪物 一代天骄上演怪物对跑 强悍斗气化为利剑撕裂天空 战斗余波让在场所有人无一幸运 却在某一时刻烟消云散 原因就是眼前这个战篮屏障 原来是爷爷怕两人战斗殃及无辜 特地施展法术形成保护罩 一方面保护了观众 你好像很高兴 你不是来找我报仇的吗 上一辈的恩怨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我高兴的理由很简单 好不容易和突破天道枷锁的人族胜体打一架 怎能不叫人兴奋呢 话音刚落只见龙浩天周身突然光芒闪烁 气息外放间竟隐约有着数道龙孝心传出 接我这一招可好 真龙困天术 而看着对手全力以赴的模样 君逍遥竟也罕见地开始小认真起来 双手结印伴着古老咒语从君逍遥口中传出 刹那间就连爷爷也瞪大了双眼露出不可思议的眼睛 阴阳以一阳成一统万物资金 以太旋玉器凝结为刃化作神兵 这时看着无数道金色光剑凝聚而成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此招乃是君家密法兵法诀 而就是这愣神的一瞬间 位于战场中央两人已然带着各自绝学开始正面对冲 只见无数道金色光芒剑锋插针涌入到神龙体 下一秒伴着几声脆血 龙浩天的权力一击就这样被化为乌有 犹如一只利剑一样眨眼间便洞穿了龙浩天的防御将其瞬间吞沐 片刻后带到烟雾逐渐退散 龙浩天就这样被催枯拉朽正面击 但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还有着一道阴暗目光不断闪烁 可显然君逍遥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只见他先是转了个身 挥舞起手中的拳头后 下一秒竟直接得意地对着君家众人指去 那态度很明显意思就是快夸我快夸我 你这臭小子可不要得意忘形 然而爷爷话还没说完瞳孔瞬间怒争 目光所至那已经宣告失败的龙浩天 竟突然来到君逍遥身后搞起了偷袭 听闻动静的君逍遥刚把头转回去 一片血雾便在这寂静的空中瞬间飘散 面对致命一击君逍遥不仅毫发未损金钱动物 而且这偷袭的举动也激起了逍遥的杀性 你特喵的到底在搞什么 话一让落只见君逍遥对着龙浩天就是凌空一脚 可让他惊讶的是 即便这一击命中了龙浩天的头部 他竟然分毫未动 紧接着伴随龙浩天胸口处突然光芒闪烁 下一秒气息暴涨间竟然突破了境界实力踏入神桥镜 这时虽然君逍遥一脸问号 但不乏一些有眼力的人瞧出了端子 这龙子强行催动龙原突破神桥镜 恐怕只会让他根基不稳有害无益 可此时的龙浩天已经像变了个人一样 在释放气息停止的一刹那 便没有丝毫犹豫静止地向着君逍遥冲去 这时君逍遥也看出了不对劲 随即在躲过龙浩天的横冲直撞后 他果然发现了问题所在 只见龙浩天周身已被树到灵力丝线 曾经缠绕 很明显定是有人在暗中操控的他 而且那人的位置银当就在天上 紧接着一股灵力气息在其手中凝聚成闪电墙 成形的瞬间便直接对着天空甩去 可让他想不到的是曾经所向披靡这场 在到达目标前方的一刹 竟直接被强行捏碎化为乌鱼 并且让他更为头痛的是 此刻失去意识的龙浩天就像个疯子一样 只会追着君逍遥横冲直撞 喂 你醒醒啊 被人当成傀儡操控算什么祖龙朝龙子 而见到语言刺激并没有什么冷用 君逍遥甚至想出了以活碰头的方式 希望可以把龙浩天撞起 然而这一撞不要紧静把系统给撞住 以触发迁到地点十岁燕宿主是否迁到 哥喵的这狗屁系统再不出来 我都以为他狗屁了 这时伴着君逍遥选择按下签的按 一道名为至尊谷的奖励页面便蹦了出来 至尊谷顾名思义就是至尊的谷脱索 持有者能够越界使用至尊级大神通 解锁至尊级大神通上苍结光 而随着系统提示音消散君逍遥周身 便突然散发出药眼光芒 卧槽 这难道是至尊谷 这君家真的个个是妖孽太可怕了 这小子什么时候拥有一块至尊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理会众人的惊讶 只是想到君灵龙曾对他说 所谓至尊就是那些站在荒谷 先遇巅峰不朽不灭的存在 想到此处他便若有所思的忽然抬起来 目光的尽头一条远古巨龙若隐若现的出现在其眼中 原来你就是龙族的至尊吗 想杀我却拉不下脸面亲自动手 于是就把小辈当玩物 早就听闻我家老爹曾首思龙族至尊 今日我君逍遥就要紫成复业 在此灭了你这藏头鹿尾的大地丘 而伴随着君逍遥向天一指 那一缕神光竟然直接将神龙全部笼罩其中 以至于下面的众人甚至都听到了光芒燃烧熔铃的声响 而后更是在一片惊讶声中 一代祖龙朝巅峰高手幽龙至尊的身形 竟然真的被君逍遥给依勒住 可此刻的他却并未领会众人的追捧 只是看向了天空 胆小鬼总算是出来了 先来君家挑事而后又用下三烂手段针对我 现在轻飘飘地说几句话就想走 你好大的脸面啊 紧接着面对幽龙至尊略显高傲的询问你想怎样 只见君逍遥手中瞬间光芒闪烁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今日我要紫成复业 在此图论你这条幽龙 这轻烈的言语顿时让幽龙至尊同口怒争 下一秒伴随着至尊强者的气息瞬间报道 一些实力较弱的人便已扛不住威压敦服在地 而反观威压作用的直接对象却奸挺无处 那波澜不惊的目光甚至让在场所有人不惊产生怀疑他真的只有十岁 就连幽龙至尊也暗自叹息这小子竟能凭借真灵境的实力承受主荣耀 这时只见君家第五序列君万劫脚步轻易 手中雷光闪烁就要出手 无料却被身后的爷爷拍了拍尖门 摇了摇头意思很明显此时还轮不到他动手 因为爷爷已经感受到了自君家后山迸发而出的恐怖威压 并且那声音是令在场所有君家子弟都熟悉不过 而作为主角的幽龙至尊同样也嗅到了危险气息 然而当他见到能量光束的一刹那已经完了 那犹如利刃一般的能量链条眨眼间便正面轰中了幽龙至尊 伴着此看雷光在其周身不断闪烁 只见幽龙至尊的一条手臂已被人身分离落在了广场上 这雷霆一击直接令在场所有人都懵逼了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实力可以如此轻易地砍断一个至尊的手臂 可君逍遥却没想那么久 只是若有所思地把头转向了十八祖蛋 此时君家十八祖正单手掐着龙浩天 淡定的面向天空表示你本可带着这小鬼安然离开 但你却选择了在君家出手 君十八你给我住手 你敢杀他 何止是他 你也一样 而眼看着老祖已经起了杀新君逍遥本想出言制止 但还是晚了一步只听咔嚓一声脆脚他便愣在里面 而眼看着龙族龙子被杀幽龙至尊也冲昏了头脑 一边向着老祖冲去一边怒口 你这疯子是想掀起祖龙潮和君家的不朽战吗 可老祖却对他的威胁视而不见 大手一挥尖 竟然直接将一代幽龙至尊真身拦腰砍断 片刻后大地上便只留下了处处残躯 而更让大家吃惊的还在后面 老祖竟吩咐了爷爷去把这条黑龙烤了用来招待艾兵 而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了此次宴会的风筝 我君家有十大序列各个都是绝世天教 但在这十大序列之上还有一个位置 那便是未来的君家家主 被赋予零号序列的神子君逍遥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理会众人的惊讶 只是盯着老祖在看 而老祖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便将手中的龙浩天扔在了他面前 表示这小子体内还有没炼化的龙元 你且将其取出自行吸收对你大有弊 宴会结束后再来见我 都说天上龙肉地下鱼肉 可真要轮到吃的时候却都下不去祖族 更何况吃的还是一代龙族准至尊强者牛 此刻君家正用刚刚击杀的幽龙至尊之血肉招待来宾 但身为君家第七序列的君万杰 却没把心思放在这上 然而当他找到组长时还没等说话便被掖了回去 你想问君逍遥是否参与过序列争夺吗 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你 没有 他的零号序列是在他刚出生时由老祖亲自指定 这或许对你们来说不公平 所以老祖才允许你们随时可以向逍遥发起序列争夺战 他绝不会插手 此举也颇为被组长欣赏 想来如果他现在在宴会上对逍遥发起挑战 那君家的脸可就丢大了 这时只见组长突然想到了什么便询问手下逍遥现在的主人 而在听闻逍遥准备去炼化龙女 并且要一举从真灵境突破至神桥境时 深知跨境突破的威胁 组长便立即下令马上找到君逍遥让他立刻停止的疯狂行动 画面一转在君家深处的高楼上 君逍遥默默地将龙浩天的骨灰交给了君灵龙 烧了 在这里找个地方帮我给他买 您似乎对此事很不高兴 在你看来我确实应该高兴 打败对立家族的后起之性 硬抗了比自己高七八个境界的至尊威压给家族长了脸 这个世界的人命还真是贱了 然而听到这里君灵龙本想着安慰逍遥 还在表示这个世界本就是弱弱强食 他敢来这里挑事就要有牺牲的准备神 又何必见 可在听到君逍遥默念那这样又和野兽有什么区别 君灵龙却微微笑了起来 您思考问题的方式简直就不像这个世界 但如果您对这个世界的法则固满 那就只能成为至尊上的至尊天下唯一的大人 只有这样您才有改变法则的能力 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突然笑说起 心中默念不论是重生还是戏的 既然得到了这一切终归是有理 天上地下三千世界 可为大人 方可逍遥 这时伴着一股隐晦气息从君逍遥体内破散 一时间竟让君灵龙的瞳孔瞬间放 因为他的脑海中看到了自己不敢想象的 那便是长大后君逍遥 正接受着万人敬仰会的 天地之鸣响彻者的环影 而伴着一丝丝刺痛刺激着君灵龙返回现实 他便明白了这乃是自己的七窍灵龙 新窥见的未来场景 也就是说神子他未来真的可能会成为主宰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想到门 只见他找到了一片空地 手中龙园闪现而出 荒谷圣体每突破一个大境界就会引发雷解 你先离开免得被剥挤 记得给我找了件新衣服 画阴刚落只见天空突然乌鱼密布 而伴随着龙园在逍遥手中被缓慢打开吸收 远处的众人便看到了令人惊苦的阴影 就连刚赶到此地的组长也只能更大双眼 因为此刻雷解已经将君逍遥的娇小身躯 全部笼罩其中 走擎天硬汗急速闪电 傲视苍穹为我君家神子 无时最尚可触碰天道 十万雷解助我不想胜去 强烈的能量波动瞬间扩散 而眼尖之人看着那金色灵气便已认出 定是君家神子在渡荒补圣体之间 这时只见渡劫完毕的君逍遥缓慢抬头间 露出的真容竟退去了 往日的幼稚变得更加坚韧体 望着面前那雷解的余威似乎还不愿吞死 君逍遥手掌缓慢展开抬起 下一秒竟然一掌拍碎了结语 这震撼一幕顿时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来 纷纷感慨着大争之势 怕是要变成君家神子一个人的舞台了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有这么乐观 因为雷解智力和龙原理的能量 大部分都被至尊狗吸收 以至于他的实力目前距离神桥境还是差了一遍 眼下要想快速获得进阶 只能寻求天才地宝来滋养至尊 随即看着正好赶来的君凌龙 便通知他宴会结束自己要离开天地宫去周游历练 立刻去找找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 说完便转身向着老祖住所走去 与此同时在祖龙朝内 无上至尊正对着虚无愤怒咆哮 真当我祖龙朝是任人揉捏的路边野狗吗 这时只见身旁之人发出无奈之音 君十八世君家出了名的疯子 要找他报仇太难了 但同时又有人提议 既然他敢诛杀我们祖龙朝龙子和龙族至尊 我们又何尝不能杀他君家序恋呢 想来那君家神子也快到了出门历练的年纪 待我们龙傲天闭关出山的那一天 定能横扫鲜域年轻一代 到那时杀一个君家神子还不是随手可为吗 画面一转君家神子十岁宴结束至极 刚坐上飞行器离开夜少爷 便被管家询问此行收获如何 君家神子身怀荒骨圣体 以及至尊骨两种超绝体质 修为更是远胜于我 而他却没有因此拒恶甚至对我一礼相待 我可真是个废物啊 这时管家看着略显随废的少爷 还以为他倒心被崩管 直到听着他接下来的叙述 这才放心下来 我没有资格成为他地路上的绊脚士 但有些东西总得靠自己去争取 未来的路才刚刚开始 谁又能预料到最后到底谁输谁赢呢 说隔背轻是天生的 那么如果隔了十八倍轻又会是一种什么体验 正如君家第十八倍老祖一样 看着吸收完龙圆身体发生蜕变的孙子 是越看越矮 随即便突发奇想询问君逍遥 如果多年后你成为了天帝该当如何 如果我成了天帝定当镇压敌人维护事件何必 但如此循规蹈矩每个天帝都尚且 如此是不是太无聊了 这时看着老祖略显疑惑的目光 一阵虎狼之词直接从君逍遥的口中标出 我为天帝必将开创一个镇骨朔金 超越所有人想象的新时代 一个有手机有网 凡人亦可触摸星辰尽情享受 在宇宙中自由飞翔的快乐 说到前面还好 后面莫须有的话直接给老祖听懵逼了 但已经知道孙子有远大报复 索性也没想那么多 来到君逍遥身边便询问他可想学习路仙剑决 就是宁易剑斩杀幽龙至尊的剑决 剑来百兵之军 荒谷仙玉的剑决好如烟海 而为猎其巅峰的则被世人称作五大神诀 我君家的路仙剑决正是其中之一 可因为他威力强横想要学会也是难上加难 以至于如此这路仙剑决才不对普通俗人开放 免得他们浪费几十年的光阴 如今你即将出门闯荡天下 这剑决就当是我赠予你的底牌 话音刚落就当君逍遥兴奋的锦囊对老祖行李时 又被老祖一盆冷水浇了管 虽然答应了你学完第一试就可以出门闯荡 但你要记得从今往后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老头子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再出手帮你了 画面来到数日后的君家仓库外 此刻下人们正对着仓库内的人连连称赞 不愧是神子身边的侍女 我们大半年的工作量 玲珑小姐几天就干完了真是厉害 然而此时在里面的君玲珑 却没时间理会外面的追捧生 因为在整理清单时他发现了一则书信 玲珑无有尽弃 家父重疾再生无力参加君家神子的十岁宴 君家贵为荒谷无上世家 恳请赐不死只要一诸以救我国之君亿万名人 诸雀国愿以国相报 看到这里君玲珑便想起了儿时的那道歉 很明显这书信根本不是写给神子的儿时给他 就在这时一阵无形威压突然将君家全部掳造 随即转头查看间 目光所致威压来源正是神子君逍遥闭关的点 先见觉现世引来无数强者为官 族长本以为是老祖出山 可明眼人却看出了这套剑决招式还尚不成熟 定时内仅用了三个月就将陆仙剑决学会的妖孽制造 此刻在君家祖地内 君家第十八代老祖正目瞪口呆地盯着眼前在看 只见烟雾散去一道话语便传入一中 老祖 我这是仙云可算合格 这戏谑的一幕不禁让老祖突然发出哈哈大笑 老夫当年参悟这是仙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 没想到你小子哈哈 紧接着直接路拍胸膛 欣赏宠溺地看着祖孙军逍遥大声发出豪言壮语 去吧 是时候去创造属于你的时代了 画面一转君逍遥便已离开了君家祖 闭关三个月吸收着空气中自由的味道 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闭关前托付小银子找的地方 不知道怎么回来 而当他刚想去找爷爷雌刑 却发现爷爷已经来到了他身边 看着君逍遥疑惑的目光 爷爷直接还了他一个白眼 别看了你这臭小子 搞出这么大动静 我身为君家祖长能不来看呢 之后再听说君逍遥已经学会了陆仙剑决第一事 发出感慨的同时也很 你这臭小子从小在我身边找他 我怎么没发现你身上还藏有一块至尊物呢 而听着爷爷的问题 君逍遥自然不能承认自己有千道系统的事 所以便敷衍爷爷爷你这个大孙子可是个宝藏男孩 你不知道的事还捉着呢 话音刚落爷爷也没想听他的贫嘴 忽然正经起来 表示你身上因为有两种顶级体质 所以修炼也要付出双倍精力 特别是荒谷圣体在你出生时出现万圣朝败后 其中还隐藏着尚未觉醒的意向需要你自己领悟开启 但我却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加快领悟第二种圣体意向 这时看着突然迈起关子的提议 君逍遥便紧忙对爷爷发起了曾经百事不爽的撒娇攻势 逗得爷爷直接将他推到了一旁 询问逍遥你可曾听说过盘武神朝 那是一个不朽神朝级别的顶尖事 虽然他的开创者乃是盘武大帝 但我君家同样也出过七天大 而这个盘武大帝身上就存在荒谷圣体 传闻在盘武神朝皇宫深处有一座盘武陵可能和他有关 但那秘境似乎是不对外开放 不过如果你非要进去 爷爷为了你的前路强闯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这戏谑一幕不禁让君逍遥发出感叹 老君家这股霸道劲还真是一脉相传了 随即便承诺爷爷不用担心 等出去历练有机会一定会去盘武神朝一探究竟 可就在爷孙俩结束对话没多久系统的声音变传了出来 可悲催的是系统显示的千道地点天元至尊密藏和庞文 都是君逍遥一时告会去不上的地方 这时随着逍遥眼神突然放大 目光所至只见一个窈窍身姿正立于竹亭内安静发白 哟 你该不会是在等我了 我是您的师父 你应在此等候 而君灵龙如此恭维地回话 听得君逍遥也是浑身发茶 表示你可别这样我身的慌有事你就直接说 这时只见君灵龙递过来一套竹简之后 竟突然对着君逍遥跪了下去 而逍遥本想斥责她不要随便这么唐突地想 但看着竹简索性便决定先查看一份 随即一个朱雀古国的地名和一朱不死药便映入了眼中 令逍遥惊喜的是在答应了君灵龙的请求后 没想到还意外激活了系统迁到朱雀古国皇宫的任务 18岁国王身患重病命在旦夕 唯有求得不死药才能摆脱死亡重获新生 而看着皇女为此整日烦忧 国王本想放弃生命让皇女解脱 不料就在今天不死药终于有了眉目 这时在听完侍女通报 青龙古国的皇子殿下正在天殿等候 气得朱雀国王气血瞬间上涌 差点没嘎过去 见状皇女拜玉儿紧忙安抚父王切勿动力 表示自己有办法应付她您就放心吧 不久后画面来到大殿中 看着正对自己恭敬行礼的拜玉儿 青龙古国大皇子萧尘不由地发出一声看戏 你我之间又何须这般客气 几日不见你又憔悴了不少了 说完还不忘将此行的目的表明 让她尽管放心 等到两人大婚之日 青龙古国定会奉上不死药作为聘务 话音刚落就父亲切的拜玉儿 也只能假装微笑回礼 内心只希望她到时候别反悔就行 直到送别萧尘后 拜玉儿的贴身侍女也是没忍住开始吐 陛下分明是和青龙国王一起探寻逆境中的 他们却以此要挟殿下联姻还真是不要了 听到这里拜玉儿怕隔墙有而紧忙让阿珠闭上了嘴 但同时她也明白如果联姻成功 朱雀古国就会彻底陷入被动 祖上传下来的这份积业也迟早会被青龙古国吞掉 而就在她为此惆怅不已时 一道通报声突然打断了她的思绪 报告殿下 君家 君家终于回信了 见状拜玉儿紧忙打开了狱子 上面君玉龙的字迹让她瞬间大喜不忘 太好了父王有救了 画面来到君家天地宫内 此刻君逍遥正盯着面前发呆 选择困难正在她身上被展现的淋漓之举 惹得老婆婆忍不住对君玉龙开始吐槽 小姐 小神子这是在做什么呀 以神子的身份理应成做九龙玉年 怎么在这些异兽里挑选 这时只见君逍遥突然来到君玉龙身边 询问她那个叫拜玉儿的说 求得不死要愿意以国相报 是指臣服于我 成为我个人的附属势力吗 话音刚落在君玉龙说了肯定的回复后 也解释了其实君家每一位序列身后 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势力 就连帝时序列君仗剑背后 也有听命于她的古剑宗 朱雀古国近年来虽国力衰弱 但那皇女拜玉儿却身怀朱雀神火 也算是一代天骄 听到这里君逍遥突然咧嘴一笑 嘲讽君玉龙你不会只是在为你的小姐妹求情吗 这是一项面无表情的君玉龙 竟直接换了副嘴脸开始装可言 表示玉龙奇感 玉龙对神子绝对一心疑 又怎会为了区区外人 坑骗神子的不死药呢 行了你别演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不过我确实也不想把什么 朱雀之辈都收入归险 朱雀古国配不配这朱不死药 还需要亲眼验证一下 而听着君逍遥耐于常人的想法 君玲龙正感慨着自己当初冒险认主 简直太伟大了 却突然又被君逍遥的奇葩行为 弄得一阵无语 只见君逍遥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后 竟然选择了一只羊驼为坐骑 非要骑着她去朱雀古国 阿呸 咋得我不配吗 不久后在君家地牢中 听着牢门开起声 蓝青雅显然早已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表示自己只有一个请求 给我个痛快吧 然而君玲龙却根本没理她的话 只是宣告着神子对她下达的处罢 蓝青雅你勾结外族为祸军家 神子罚你常跪在天地宫外一年私过 一年后恩怨自清你将被逐出军家 若你仍旧心怀怨恨 可以随时向神子发起挑战 但若你仍不思悔改 继续勾结外族针对军家 那么神子将会踏凭你所勾结的任何势力 然后亲手杀了你 与此同时听闻此事后 爷爷正为君逍遥的心软担忧 但族中长老却发表了不同意见 与其说是心软不如说 在这天下皆行霸道的时代 他却想走那让万民臣服的王道 但这世上又有几人 能真正做到万民皆服呢 画面来到几日后的朱雀古博皇宫内 看着只有君玲龙竟真的如鱼而至 喜出望外的玉儿殿下激动的连连表示 果然到最后还是要靠姐妹 男人根本一个都靠不住 可话音刚落君玲龙便一盆冷水浇在了他头上 表示麒麟不死要有事有 但却不在他手上 我的主君说要亲眼看看 这个国家值不值得他拿出不死要 所以才没有一起过来 这时听到君玲龙的描述 让玉儿殿下忍不住发出感慨 天哪 你的主君 能让你这般天骄都心甘情愿追随的人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妖孽 此话一出想起神子平时的样子 顿时惹的君玲龙哭笑一声 表示这个只能等见面你就知道 此时在皇城内的一个酒楼中 看着酒水已经全部上齐君逍遥忍不住发出一阵感叹 这就是好酒 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吵闹的家伙那就更好 我要的是你们这里最好的酒菜 你就拿这些垃圾打发我们 不知道我们是谁吗 看着因疼痛流泪却一声不吭的店小二 令男人更加心生怨恨发出邪魅一笑 就要捏断脖子时却被一人突然拦下了洞 怎么 朱雀使也想来扫兄弟们的心 不 我只是觉得青龙使不必为了这种不入流的小丝洞 如果这家酒楼不行 我给您换一家更好的就是 这时只见青龙使就像扔垃圾一样把店小二甩在了地上 表示这一次就看在朱雀使的面子上饶你一次 说完便潇洒转身离开了酒楼 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已被君逍遥禁收眼底 可令他意外的是朱雀使竟然亲切地握住了店小二的手 交给了他数枚钱币的同时 还安慰他这些钱你先拿着 再忍忍一切都会过去了 这奇怪的一幕顿时惹的君逍遥好奇心飞起 随即紧忙抓住了另外一名店小二上菜的间隙 询问刚刚那些人是什么人 原来朱雀国主前些年和青龙国主携手探寻历子 结果不幸被蛇魔所伤身中剧毒下不来床 鬼有麒麟不死药方可医治 恰巧青龙国主手中有一株不死 但条件就是要和朱雀皇女联姻 而刚刚那些人正是前来联姻的青龙古国大皇子手下的人 听到这里君逍遥突然笑了笑表示那不死千金难求 你们真的认为青龙古国会舍的吗 然而店小二却没想关心这些 此刻他只知道皇女都在忍受屈辱他们自然也亦不容辞 而看着君逍遥疑惑的目光 店小二显然已经明白了他就是个外敌人 紧忙表示朱雀皇女在他们眼里就是信仰的存在 因为皇女身怀朱雀神火 神火不灭朱雀不亡 所以皇女殿下就是我们朱雀国子民信仰的象征 听到这里君逍遥大致已经了解了目前朱雀古国的情况 随即不久后他便来到了皇女寝宫处 这时在两名守卫模样发现他的遗叉吗 刚准备动手发出雷霆一吼 不曾想君逍遥只是微微一笑 下一秒其身体就已经越过了二人数十米远 见此情形两人也明白此等高手不是他们能对付 随即紧忙大声呼叫的敬畏君前来帮忙 来者何人 报上姓名 黄州君家 君逍遥 话音刚落只见先前那两人直接懵逼了 但还是抵制住了恐惧表示 即使你是君家贵人也不能擅闯皇女起功 这不屈不挠的精神顿时让君逍遥对于朱雀国的评价又增添了几个 这时伴着朱雀皇女急匆匆地打来 下一秒一张惊恐的脸便映入了众人的眼 完蛋了 察觉到气息就立刻赶了过来 结果还是没赶上 就你当当 朱雀国玉儿殿下想着闺蜜君玲珑的介绍 我家公子虽然年少但性格怪典 不会因为我们是朋友而高开 我若开口只会徒增他的反感 因此想要从他手里得到不死药只能靠你自己争取 然而如今的情况却让玉儿殿下老汗直流 因为君逍遥不请自来的缘故 当他得到消息前来迎接 皇宫侍卫已经把君逍遥团团围主 吓得玉儿殿下紧忙拱其手 以千金之躯当众向着君逍遥赔罪 可君逍遥却毫不领情 表示想必你就是朱雀古活的皇女 那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何而来 可你却没有提前通知手下 看样子是并不欢迎我的到来 说完君逍遥就要转身离开 不料玉儿殿下竟直接跪了下来 公子留步 冒犯之处请公子刺罚 只求公子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话音刚来只见君逍遥回头的同时 手掌灵光闪烁间 竟直接隔空设物把玉儿扶了起来 一个只想君玲珑便出现在了身旁 坐在椅子上这才把话放下 你一个皇女当众下跪成何体统 既然如此我便给你一个机会 一斩茶的功夫看你如何说服我留下 这时只见玉儿先是咽了口获 随后快速整理语言表示 火周欲绑三千里 帝大物伯服员辽阔皆为朱雀古活将土 公子若愿赐不死要一朱就博主信任 这亿万子名包括皇族在内 愿为您鞍前马后万子作出 然而这一戏话换来的 却是君逍遥的轻烈一笑 我君家所住的黄州光是土地 就比这里大百倍 更何况黄州旁边的稻州 也在君家的掌控之中 何须你这一个小小伙周为我所 听到这里玉儿 下意识地捏了下手臂 表示如果公子愿赐不死要 自己可以奉公子为主 一生为奴为婢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众人一阵反对 可君逍遥却笑出了声 看到我身后的小林子妹 此人纵横江湖二十三年 端茶道水洗衣蝶 被杀人放火 谋财害命样样样精通 他就是我的侍女 你认为你能取代他吗 你们这些小姑娘 不要以为出卖自己的身体 就能获得利益 给你只条名路吧 这个国家的子民 似乎都很尊敬你这位皇族 但我不确定 你是否值得他们尊敬 如果朱雀皇族 是一个连子民都保护不了的废物 我又凭什么 将珍贵的不死要浪费在你们身上 三天后我会离开这个国家 到那时如果还不能让我改变主意 那就说明不死要和你们无缘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原地 路上看着一言不发的君玲珑 惹得君逍遥一阵无语 随即便率先打破僵局 询问她是否是在怪自己 为难她的小姐 玲珑岂敢违背您的意思 只不过玲珑记得自己 好像没有杀人放火 更没有过谋财害命吧 君逍遥也没有在意 她只是笑着表示 话说你那个闺蜜 到底会用什么办法 让我改变主意 我很期待的 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的是 她的性格远比 她现在表现出来的 要更加张扬 话音刚落只见 一位婆婆突然出现在 两人身后 来人正是照顾君灵龙 起居的花婆婆 小姐就在 刚刚你的那位朋友 带着修书去找 青龙古博的大皇子 我靠 这是什么剧情展开啊 走走走 快一起去看看行 时间线回到几个小时前 此刻玉儿殿下 正握着并威 博王的手表达着决心 我不知道那样做对不对 贸然行动的话 很可能会给 朱雀古博带来 王博之威 然而听着女儿的话 老国王却没在意 那么多 还特意为她 打了一击强心针 若你真的想做 那就去做吧 为复兴 只要神火不灭 朱雀就不会亡 而在两人谈完话后 玉儿很快便支身 来到了青龙古博使者住所 此刻青龙古博 大皇子正一脸 阴霾地听着玉儿说话 修书我已带来 即日起 朱雀古博和 青龙古博解除联姻 还请殿下 即刻返程数不远送 你是在羞辱我吗 这时听着大皇子 愤怒的话 玉儿直接来了个反将军 表示事实 好像是你一直在羞辱我 甚至羞辱整个朱雀古博吧 表面上说的很好 要以不死要为聘礼 可我成亲 婚期却定在了三年后 可我父王还能撑到那天吗 你手下天天 折辱我朱雀子民 你有管过吗 如果你只是想试探我的底线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底线 这时被羞输砸脸的 大皇子进骨怒返校 挺硬气啊 有了后台就是不一样了 听说日前有位白衣公子 闯入了你的寝宫 而后又大摇大摆地 从正门离开 应该是你的小情人吧 如此的你不过是 变成了另一个人的玩物了 用身体交换不死要自甘下戒 确实没资格入我们 青龙谷国的国门 这时就在两人对峙间 隐身在暗处的君逍遥 听着二人对话 差点笑出了声 随即果然在他期待目光下 玉儿殿下便开始了反击 原来我只是觉得 你有点斯文败类 现在却发自内心的感觉 你很可怜 一个只能靠一想和侮辱 来挽回自己可怜的自尊 作为一个男人 不是应该很可悲吗 话音当落 只见气急败坏的大皇子 向后蓄力剑 下一秒直接大手一挥 对着玉儿殿下的胸口 就是一掌 强大的力量足足 让玉儿向后飞行了数米 这才停了下来 而当大皇子看到玉儿 选择不反抗内心 便已经开始后悔 紧接着伴随君逍遥 看戏的目光下 只见一道露出邪笑的身影 便映入了众人的眼中 我受你这一掌 两国的勤奋就此结清 这里已经不欢迎你了 请你离开大皇子殿下 话音刚落 愤怒的大皇子 大吼出拜玉儿名字的同时 手中灵力闪烁 便对着拜玉儿再次打去 当玉儿做出防御姿态 正准备迎接攻击时 半点一道爆炸声传出 烟雾散去 令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 只见大皇子的攻击 竟然被单手挡住 我喜欢你的回答 玉儿的小情人 惊不惊喜一不意外 他瞄得你们这对狗男女 苍龙破天拳 不好意思 我现在看到龙族就有点心 这时随着君逍遥一季节 龙手正面击中了大皇子 痛苦的嚎叫声 瞬间残遍了整座后宫 大家都没想到 堂堂青龙谷国大皇子 并会被一招秒杀 毫无还手之力 震惊之于拜玉儿 急忙把头转向身旁 询问君灵龙公子 现在是什么修为 萧尘也算是四项谷国 名声显赫的天骄 竟如此轻易被击败 公子目前是神乔庆后期 是超出你们俩 整整两个大境界 而且公子今年只有十岁 虽然他看上去挺大致的 但事实就是如此 画面转到战场中央 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 萧尘将外套抛向空中的同时 周身雷光不断闪现 气息竟在短短几秒间开始暴增 龙气加深 看来你有点机缘在身啊 而听着君逍遥戏谑的言语 让萧尘更加怒上加怒 挥出绝学青龙天作应 就要君逍遥给他跪下 听你也配让我跪下 说完手掌瞬间金光汇聚 下一秒在真龙困天树 被喊出来的同时 便看到了金龙遗 玩到了萧尘的攻击 并直接对着他本体歇来 随即根本由不得萧尘 做出任何反应 金龙攻击便以迅为 知识正愿公众 可看着君逍遥蔑视的眼神 一代青龙谷国大皇子 最后的执念被彻底激发 然而君逍遥看到萧尘 还想疏死一波 眼神微眯皱了皱眉间 下一秒手掌向下挥舞的一叉 无数道剑意便以 催枯拉朽之事来到了萧尘身前 手指微屈就要将其当场射杀 却被玉儿殿下大叫阻止了攻击 这一幕不仅惹得君逍遥极为不熟 就连萧尘也感到不可思议 纳闷拜玉儿难道是要救他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他要是死在朱雀皇宫 可能会有点麻烦 能扔出去再打吗 话音刚落在萧尘的怒骂声 传出的同时 却逗得君逍遥笑出了声 随即只见君逍遥手掌 那灵光突然闪烁 紧接着萧尘便被禁锢提到了半空中 反观萧尘即使认出了此招 乃是隔空事物 但他却还是无能为力 只能沦为鱼肉 这时只见君逍遥手掌 突然挤舞 向后扯力的瞬间 一道青色龙魂便被他从萧尘体内拽了 这就是你以为傲的文气 黄州军家君逍遥 记住这个名字 欢迎你随时来找我复仇 说完全风便向着远处大力挥舞 一代青龙古国大皇子 就这样像被扔垃圾一样甩飞了出去 见此情形 黄女败玉儿脸都要绿了 直到听说了萧尘没被弄死 只是被废了经脉 沦为废人这才松了口气 说完君逍遥便把龙魂再次提取而出 突然将其推入进了败玉儿身体中 青龙行墓你行火 以墓生火 这龙气能助你突破 真灵进你收下来 听到这里败玉儿本想磕头道歉 无料却被君逍遥阻止 表示先别急着泄物 带我去见你父亲之后再泄也不迟 说完便在败玉儿心喜雀跃的引领下 向着皇宫内院走去 国主拖着游镜灯窟的身躯 起身咳嗽几下后 这才看清了玉儿殿下身后那道身影 听着玉儿的介绍来人 正是君家的神子君逍遥 而国主怎么也没想到 来救他的会是前段时间 硬抗幽龙至尊的君家零号序列 所以他根本不敢有任何怠慢 拖着病体就要向君逍遥请安心 无料却被君逍遥婉言回绝 国主不必如此 省去那些繁文辱节 贵国皇女通过了我的考验 所以我会信守承诺 赠予阁下一株不死药 这时看着在整个荒谷仙玉 都找不出几株的麒麟不死药 君逍遥一出手便是四株 直接让国主再次刷新了 自己对荒谷世家的底蕴认知 但君逍遥却把丑话说在了前头 表示如果国主接受了不死药 那么从此以后朱雀古博 便将臣服于我君逍遥 成为我个人的附属 听到这里 国主明显对君逍遥说的话 震惊了一下 随即脑海中快速旋转 最后目光看到了皇女拜月 点头的举动后 便毫不犹豫地双膝跪地 向着君逍遥行跪拜大人 至此在神子君逍遥走出宗门后 第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附属国 就这样宣布归位了 寒风刺骨凄凉惨淡 画面的另一端 刚被君逍遥击败的 青龙谷国大皇子 走在大街上 正接受着百姓的嘲讽和谩骂 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 扎在他的心上 以至于走到了荒郊野外 他终于没能控制住内心的冲动 对着面前的大树 开始无差别打击 肆意地宣泄着情绪 直到大树被轰得倒在了地上 羞愤的哭声刚要传出 这时脑海中一道声音突然出现 我青龙谷国的后人 都如你这般没有志气吗 这时就在萧尘四处张望 寻找声音来源时 位于脖子上的项链 突然发出耀眼光芒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便席卷了大地 带到气息散去 一道掌有龙脚的威鹅身影 便映入了眼泪 怎么 后人已经将老夫遗忘了 变出祖先后 萧尘紧忙复身行礼 随即听着老祖 对他刚刚举动的不满话 一时间投血上涌的 他进口出狂言反过来质问老祖 宁可是半只脚踏入至尊的强者 看到君逍遥如此放肆 您为何不出手将其当场震杀了 听到这里 青龙老祖虽然内心不满 但还是对着面前 这位家族未来继承者耐心解释起来 先不说老夫如今的实力 已经不足巅峰期的十分之一 光是那君逍遥君家 神子灵号序列的身份 就不是我们青龙谷国可以招任 就在不久前 君家老祖刚出手 斩杀了和我同境界的幽龙至尊 君家代代都出疯子 若是听了你的话对他出手 不出半日 青龙谷国就会被君家移为平地 这时看着一脸颓废的萧尘 老祖微微一笑称赞 萧尘乃是青龙谷国的气韵之子 老夫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青天化龙不破不利 老夫今日便把青龙化天诀传授给你 只要将其修炼大场 君逍遥今日给你的羞辱 你一定可以百倍奉劳 数月后画面来到朱雀皇宫内院 看着面前正盘坐修炼的君逍遥 拜愿忍不住发出惊叹 感慨神子短短数月境界 就已经来到了神桥境大圆满 这修炼速度还真是让人叹息极度 然而君逍遥却没这么想 可能只有他才知道 这种修炼速度对于君逍遥已经算是慢了 恐怕大部分时间都是浪费在路线剑绝上 不久后伴着君逍遥双眼威争 君逍遥便开始步入正体 刚刚收到君家传信 是仗剑公子寄来的消息 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的脑海中 先是一堆问号环弯略 紧接着一个长有浓黑眉毛的身影 便出现在了脑海中 而看着君逍遥点了下头 君灵龙这才敢将密令打开查看 神子敬起 南原道州异象显露有至尊气息弥漫 若无意外当为原天至尊密藏出世 特此告知 杖剑敬赏 听得信中那过分尊敬的语气 让君逍遥不禁感到一阵困固 直到听了君灵龙的解释 可能是因为蓝青雅的事 君杖剑才领了君逍遥一份人情 这才恍然大悟 那么既然这样足凶的好意我便收下 说完又把目光看向败玉儿询问其父亲状况 回公子 听到这里君逍遥也没强迫败玉儿一起跟随他去南原道州 只是嘱咐了玉儿他走以后若有事随时传信给灵龙 我君逍遥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被别人欺负的 也是三村道州昆州 又被称为地狱平级流寇横行 妖兽掠天的遗弃之地 少年初登这片荒芜之地 漫天飞兽吹响第一角 目光扫尸的一瞬间突然开始聚焦 手臂向后蓄力解 一股蓝色能量字手掌出快速会去 下一秒青天四龙首五个字便被萧尘喊出来 待到落地之时 妖兽已被一分为二生机全无 不错 能在短短数月就将青天化龙爵修炼到第四处 修为更是提升到了神桥境中期 无愧是我青龙谷国的国运之词 听到夸赞萧尘本想表达谦逊败谢老祖馈赠 不料却被一阵马蹄声突然打断 嘿嘿 每人往哪跑 在昆州范围内还没有人能摆脱我们魔狼道的追击 此刻不远处萧尘已然也听到了盗贼的自爆名号 并且经过老祖判断他们的头领实力已经达到了归意境 而这一境界正是突破神桥境后的下一个大境界 不明白此人已有如此实力为何作祖 让萧尘对着头领露出了鄙视的神情 但在场的所有人可能都想不到 劫匪此刻追逐的美人如果不是无法动用修为 他们的人头或许早已分家 美人 你还是老实跟我回家吧 话应当落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笔直地落在了头领的正前方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未知一景 然而当萧尘露出那副乳秀未干的面容之后 这才惹得劫匪们开始哈哈大笑 哪里来的毛头小子敢管我们魔狼帮的事 实相地赶紧滚否则 然而还没等头领的话说完 萧尘的拳头已然来到了他面前 根本没看清萧尘是什么时候动手 那头领便被一拳轰飞倒在地上不知死 见状剩下的匪徒本想群起而攻之 而随着青天化龙爵的再次试诚 仅仅是一个照明 周身五米开外便以视横便以气息全无 一套动作下来萧尘这才注意到了身后之人 可他也没想到自己随手打抱不平就 薄杀之后藏着的竟是一张世间罕见的绝世容颜 说了此女竟然可以瞒得过至尊强者的探查 身上必有重保护体身份肯定尊贵 因此萧尘便立刻修正了态度 并邀请女孩剩下的路一起同行以保护她的安全 因为萧尘刚刚才继承了老祖的绝世神童 一路上遇到妖兽根本用不上女孩动手 这也让女孩慢慢接受了这个意外遇到的朋友 夜晚十分寂静无声 只有一丝丝火焰燃烧的声响围绕在两人身边 伴随着萧尘把刚烤好的鸡腿递给了女孩 头杀摘下 当女孩露出真容的一瞬间 那一抹火光硬衬着的绝世容颜不禁让萧尘脸色骤然变化 这尴尬一幕也惹得女孩无嘴偷笑 等萧尘反应过来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表示自己只是想起了那复兴的未婚妻没有别的意思情谅解 而随着两人敞开心扉聊了几个时辰之后 只见女孩突然愤怒起身 那家时就是要替萧尘去找他口中所谓的世家公子抱着 随即听着萧尘的委婉拒绝更是怒果中烧 下一秒一道令萧尘欢喜的话便传进了耳中 萧尘你记住不管那世家子弟是谁我都无所 如果让我知道那家伙还敢继续仗势七人 我五明月定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后悟 听到这里萧尘表面上还在劝五明月消消气 实则内心早就乐开了吧 暗自窃喜这下有盘武神朝的长公主相助 君逍遥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 另外一边只见君逍遥一个喷嚏突然打了出来 她喵的是谁在暗地里骂我真是佛了 这时伴着君灵龙的小口微开 可看九龙玉脸的飞车之外 一座庞大宏伟的岛屿便映入了眼睛 四只神鹿齐鸣狂风骤起 君家的先前故队已经做好了迎接准备 脚步倾抬君逍遥缓慢走下了降落 君家子弟拜见神子 这时君逍遥显然也认出了为首之人 就是和他曾有些过节的君家帝时序列君逍遥 但他却像四不计的两人的恩怨一样让几人不必剥离 都是君家子弟不要太过生命 见此情形君逍遥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趁着热乎静紧忙开始了介绍 此人乃是道极天宗的老道人 话应刚落听着老道的恭维之词 君逍遥也明白了此人的身份定然是在道极天宗宗主之上 随即也不敢怠慢连忙回问里 老道早已为神子安排好了诸所这边请问 但此时他却没有心情理会身后那些生命 从君仗剑的口中得知这次君家前来探查天元至尊密藏的还有君万杰 而那被称为君家第五序列拥有雷杰战体的祖兄 也正是对君逍遥零号序列身份最反对的 与此同时在道极天宗的一间客房内 君万杰正盘膝打坐运行工法 只见其周身雷光闪烁却伤不了他分毫 就在雷影即将炸裂的一瞬间双眼突然睁开 原来是君万杰的追随者黑土前来汇报情报 而听说了君逍遥也来到了道极天宗 君万杰忍不住开始吐槽起了君仗剑填勾恶心 剑撞黑土连忙附和着表示一个出出茅庐的小子 怎能和大人名相比 没有谁身外便理应高高在上 看着吧 我会向君家证明一切 另外一边位于红州的祖龙朝内 只见一道娇小身影正向的一处悬崖边走 再来到边缘的一刹 一道庞大巍峨的龙女便忽然自水中蹦发而出 然而小女孩见到青龙不仅没害怕反而异常欣喜 原来小女孩正是苍龙古皇之后龙女龙碧池 面前的青龙就是她的老祖 此次将龙碧池叫来的目的就是要她前去天元至尊密藏 夺回族内丢失的远古龙女 并且还特意嘱咐了一定要注意君逍人 然而龙碧池突到这里去思考为君逍遥放逃 有的老祖不免发出一声叹息刚要出言训斥 可龙碧池根本没给老祖击辑 行李告别后便转身离开了原地 画面转到另一边 同样因为老祖的灵魂附身存在 青龙谷国大皇子肖辰也得知了天元至尊密藏的消息 夺取远古龙谷自然也成了她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随即她便没有犹豫 在和明月公主告别之后 便静止地朝着到极天东飞去 就在骑上飞鸟 又突然回头叫住了明月 终有一日我会亲自去盘武神朝取你 我肖辰说话算数 绝不失言 说完便潇洒转身向着远处及时而去 可五明月听完后 面色微红间又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这小子胡说什么呢 我们之间终究是不可能 他一天到现在已经打了五百的哈气 等待秘境开启让他不敢入睡连茶叶都要喝光 百无聊赖之际信德侍女提醒 还毛色盾牌 公子不是要学琴吗 正巧此次雪皇大人也再不如向他讨教一下 听到这里君逍遥紧忙将目光转向了 不媚君雪皇身上 见状雪皇也表达了自己的确精通些情谊 但相比于线武情宗的娇女们还是不值得一提 话音刚落没想到那平时高高在上的君家神子 竟直接来到了雪皇身边露出一副讨好逆人的神情来 以至于让众人都忍不住开始唤醒 难道神子平时是个逗逼 只有战斗的时候才会正经起来 然而君玲龙却早就对此习以为常 当下只是把目光停留在了桌子上 即将被喝光的茶水上 不久后画面来到街上一家茶馆内 面对着店家对客户异常热情的销售态度 在即将把他家的茶叶夸上天使 君玲龙直接拿出了一打紫钱 让他赶紧闭上了嘴 可就在这时茶叶静得一只大手突然按了下来 抱歉 这万年份的清新灵茶我要了 说完那人本以为君玲龙会因此恼火 甚至忍不住对他出手 却没想到换来的竟是一张极其平淡的脸 老板 能告诉我还有哪里卖这种万年灵茶吗 这条街的灵茶我全都要了 听到这里君玲龙是真的忍不住 直接对着来人拘了一宫那架势就像参加葬礼一般 因为他已经从来人身上看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故人影子 如此挑衅君家贵女 你是不想活了吗 话音刚落只见来人目光转一间 下一秒直接闪现跃到了五米开外 但君杖剑也没去追他 只是提醒君玲龙此人乃是君万杰的追随者黑土 是故意针对你的女难道看不出来吗 此时黑土显然也认出了来人乃是君家第十序列君杖剑 随即便忍不住开始嘲讽 听说你因为那个女人被君逍遥揍了一顿 如今沦为了他的舔狗 看这样应该是真的了哈哈 说完反观君杖剑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 脚步轻一间还没等黑土做出防御姿势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锋利的剑人落在脖子上 让黑土明白了自己和君家第十序列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而就在君杖剑即将挥舞宝剑时 一股无形威压突然将他全部笼罩使其动弹不得 你好歹也是君家第十序列 如今却像条狗一样对君玲龙摇尾 如此自甘堕落不如趁早卸下序列身份你看如何 听着君万杰挑衅的话 让君杖剑忍不住对着天空讨笑你到底想做什么 话音当落只见君万杰突然露出邪魅一笑 紧接着右手排几间术道雷影形成的一刹 一道话语也传进了君杖剑的耳中 做什么 稍微教训一下不成器的足地霸了这里有够的 这万福克罪就雷霆之怒 剑斩惊雷躲过致命一击 感受着体内残余的雷霆之力让君教剑内心震 仅是一招雷攻误 威力是如此不如斯 但同为君家序列君杖剑还是顶得压力 看向上方呵斥君万杰影响同事操哥吗 然而换来的却是一句警告 回去告诉君逍遥让他以后做事低调 话音刚落就连君万杰手下黑土也过来凑起了热的 告诉你们家神子 我家大人才是君家新一代的顶娘柱 说完两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剑撞君杖剑这才松了口气 听着君玲龙的询问 回头看向君玲龙时 刹那间自己的心仿佛都要碎 我挨揍的时候这女人居然还在给神子买茶 可想归想她还是把剑收回了墙 表示自己没什么事 只是身体还有点麻烦 而听着君玲龙问自己 要不要将此事告诉神子时 想到君逍遥断不会善罢甘休 君杖剑还是建议两人不要生仗 密藏开启在即还是不要内斗的好 不久后就在两人回到住所前屋内 突然传出异想 极其难听的声音 让两人在原地驻足了许景 直到君杖剑忍不住问君玲龙可知这是何音 君玲龙猜测可能是神子在练琴 打开房门后证明了果然还是玲龙了解君逍遥 而见到两人回来君逍遥本想炫耀自己的情意已经出见之下 下一秒眼神微凝间 还没等两人做出解释 来到君杖剑身前直接抓住了他的手 你和谁打架了 君逍遥问出此话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以他的实力见到君杖剑回来时 便看出了他体内的雷霆之力已经渗透进了经脉 如果不立刻处理 定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内伤 随即君逍遥也没犹豫 只是让君杖剑把牙关咬紧 紧接着一股磅礴之力瞬间涌入到了体内 伴随着残余的雷霆之力被慢慢驱逐 君杖剑这才明白如果不是神子自己可不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不久后随着君逍遥用灵器将君杖剑的经脉全部疏通 还没等君杖剑磕头致谢便再次传来了君逍遥的问话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好了再回答 是谁伤了你 与此同时在另外一边君万杰的住所内 此刻小弟黑土还在捧臭脚表路中心 可就在君万杰自认君逍遥要是稍微有点短 就会选择在密藏开启之后找他使 伴随着一股恐怖威压突然降落 君万杰眉头紧促间 直接带着黑土通过窗户向着屋外逃去 只见屋外一道庞大的金色手掌已然到达了住所上空 下一秒直接以吹夫拉手之势将整座楼里全部拟住 紧接着就在电光火时间 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君逍遥的手便也按在了君万杰的仆人黑土脸上 下一秒急急暴发直接向着地面大力砸去 恐怖威压瞬间垂罩整天天 而让君万杰更为震怒的还是君逍遥接下来说出来 放心我只是稍作惩戒没杀他 想必以族兄的风度肯定不会怪罪的事 发音刚落只见君万杰周身里然雷光闪出 下一秒直接使出绝绝八荒金雷掌对着君逍遥正面轰去 却没想到君逍遥仅仅是将胳膊缓慢抬起 两人手掌接触的一刹门 一股催枯拉朽之力瞬间传出 直接将君万杰正面轰飞了出去 这时身后黑土的咆哮声突然传出 黑雾弥漫间竟想用献祭的邪术对付君逍遥 然而事实就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 随着君逍遥的眼神转移到黑土身体 刹那间一道金色能量链条直接贯穿到黑土的身体 随即在君逍遥喊出地狱龙炉四个字 地狱不可创作的吸扯力便瞬间将黑土吸进了党气 这下也将回过神来的君万杰彻底心 我修至尊法身具雷杰站体 当替天行法掌控万道雷杰 八雷进卷 光雷神 可即便面对如此雷霆一击却只换来了君逍遥一俊夜 万道金剑汇聚转眼间便形成了一道金色剧 随着君逍遥默念出真龙困天树五个字吼 大手一挥 双方攻击正面相撞 只见君万杰的瞳孔瞬间怒争 自己一意为傲的绝世功法就这样被残忍拈了 成就攻击的君万杰倒向地面生死不明 罗尼亚 是什么给你的自信来惹怒 战败的屈辱感让他隐恨凶怒 又是不可抵抗的一脚踢在了自己身上 直到胆受自己如同垃圾一般可以被人随意丢弃 这一刻才终于明白 眼前之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而且他今年才只有十岁 战斗的声响很快便引起了各方势力的注意 有人甚至已经开始猜测是君家内斗搞出来的动静 剑撞军杖剑紧盲向着神子传音 表示为了不让君家被嘲笑 还请速战速决抓紧侧 手掌微曲轻轻探出 堂堂军家序列高手就这样被耻辱地拎起了脑袋 我现在和你小肚鸡肠还愿意装逼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臣服于我做我的奴隶或者死 你选吧 听到这里君万杰本想起身保住自尊 不料君逍遥仅仅是将威压略威势 一句跪下传出 无形中的气势便已冲破了君万杰内心的屏障 随着君逍遥三秒钟的考虑时间命令下来 无数道画面不自觉地开始在君万杰的脑海中上 直到一个小女孩的身影突然出现 一声哥哥让她直接控制住了内心的冲动 君万杰愿臣服公子 此生此事万死不辞 见此情形君逍遥也没有任何废物 手中灵光突然炸现 静止地朝着君万杰脑门按了上去 而伴随着奴隐缓慢成形 也预示着现在只需要君逍遥一个念头就可以将其震杀 此刻的君万杰也终于放下了自尊 表示自己在下界还有个妹妹 当初她曾承诺妹妹一定会带她回到仙玉 然而上界的九天仙玉和下界的十方大陆 之间的壁垒可能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无法跨越的鸿沟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君逍遥仅仅用了一个以后可以帮助她的承诺 竟把君万杰感动得痛哭流体 接遇军家内斗爆发 种种传言瞬间弥漫而开 就连奴不侍女都看不下去 然而君灵龙想说的却并不是君逍遥内斗的事 而是当这一样在之前曾被君逍遥收服的军杖戒面前 劝戒神子以后再遇到挑战的事不要再高举轻放 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怜悯别人就是在给自己埋坑 无论是刚刚战败的君万杰或者是之前的蓝青亚事件 都给世人传达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君家神子是个仁慈的人 即便招惹了也不会被杀 甚至运气好还可以获得利用 因此以后来找事的人只怕会越来越多 我也不是什么人都收啊 那个黑小子不是被干掉了吗 听完君逍遥的回答君灵龙还想出言劝解 突然又被神子一句给你讲个故事把掖了回去 从前有个少年自幼无父无母被算命瞎子收养孤孔一 有一次他曾因为救助溺水而同 反被埋怨自己就是推人入水的凶手还让人打了一顿 可就在男孩觉得委屈时 算命先生却又问他如果再次遇到这样的事还会伸出援手 得到的回答竟还是肯定的 如果那儿童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被撞死或者再次溺水 自己肯定会拍手叫好 但要是发生眼前他还是不会袖手旁观 如此才会心安 在算命瞎子口中能顺从自己内心的行动而自由活动 便被人们称为逍遥 终有一日你会因此受到上天倦目 从而站上世界巅峰 听到这里当军玲珑询问你该不会说这个孩子是你发誓 军逍遥又用言语搪塞了过去 表示即便我杀了从天倦目的几乎 在这大争之事也不会让那些天骄荡气 我留他们一命不是因为我仁慈 而是这样做令我很准 我明逍遥若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还算什么逍遥 天仙玉 三足鼎立 坐拥十大序列 代代人才辈出的军家 拥有先天道太原灵道体的无数顶级天才江家 剑魔转是同辈无人出其左右的叶不成叶家 此刻名贯天下的玉三家 却沦为了人们谈论的效果 原因就是因为刚刚才发生在南天城的军家内斗 而说起了玉三家 大家都不由地将目光锁定在了鸡旋身上 表示鸡家想当年也曾未列玉三家之一 对内斗之事该做何感想 换来的却是鸡旋微微一笑旁色而开 鸡旋温文儒雅的性格让众人不免发出叹气 想当年你也是击败过军家序列的人 没想到如今不仅没有骄傲法而更加谦虚 真不愧被称为圣灵书院的小圣人 听完大家的追捧鸡旋表面上笑嘻嘻 实则内心早已把他们当成了蠢 和君逍遥争锋明显不是他的目的 此行进入天元密葬内 如果能得到那样东西 他就能站上了不起 到那时还回须在意什么玉三家了 与此一输入到光光气息从天而降 惹来大荒森林无数妖兽为官 就连玉三家为首的各个势力党老也被惊动来到现场 大家很快便看出了这次天元密葬似乎有趣的对象 里面散发出的黑气和抑郁的飞暗物质竟大致相对 话音刚落便惹来了青龙长老的嘲讽 扬言你们君家要是怕了可以当个缩头乌龟就好 你这青皮尼丘是想不纳黑皮尼丘的后城吗 君家长老的这句话显然已经触碰到了青龙长老的逆力 刚想动手幸好将家长老出言阻止这才就此做 要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别的是这次历练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当然要继续 如果遇到点困难就退缩 那股阴暗宏伟的能量链条 君逍遥几人已经坐不住了 这时一道光柱突然自城中射向了空中 成形之后映入眼帘的竟是一面镜子 而这面镜子正是君家的补圣冰观天井 用来让君家长老们观看君家弟子在密藏内的影响 伴着观天井出现众位各方势力的长老头颜也出现在了天空中 表示天元密葬已经开启 不朽道统封天锁地老一辈修饰不得入面 此次密葬凶险万分实力弱者未保幸运应失去离台 现在我宣布 天元密葬正式开启 话应刚落伴着君逍遥一句出发 麾下四大护卫应声而动 然后君逍遥的一句话更是振奋了大家的气 你们给我听好了 这次就让这荒天仙玉的所有人 来真正见识见识我们君家年轻一代的实力吧 遵密葬开启无数强者蜂拥而上 仙玉江家祭出法器灵船 展示大家族底蕴领先姿态是不合理 被撞飞的伞修们只能选择同仇敌抬 想要一起出手来击败江家灵船的攻势 这时只见人群中一个白衣少年突然拖晕出 飞略江家灵船上空这才停下了酒 尽管落在了船的甲板上 而随着君逍遥抬起头的一刹目 一道话语也同时传进了众人耳中 呦这不是小姨吗 需要帮忙吗 目光所及之处还没等江圣一做出答复 只见君逍遥已经回头看向了君玲珑 收到指令的玲珑也没有任何由于 跳下船之后 一路上披荆斩棘将一众臭鱼烂虾全部击退弥压 剑撞军逍遥这才满意地露出了笑话 但江圣一的注意力却丝毫没放在君玲珑身上 君家第十序列君杖剑 第七序列君雪皇 第五序列君万剑 看到这里让小姨江圣一也不免发出叹息 十岁宴上出席的三位序列竟都跟随在他身边 看来我这外甥已经大事出城了 话音刚落只见前方战场忽然一遍 紧接着被轰飞的君玲珑便映入了众人眼中 直到玲珑稳住了身形 捂着右臂的伤口 这才发现 刚刚对他发出攻击的竟然是鬼面人熊 而且看那架是鬼面人熊已经进入了狂暴状态 此刻的他修为已然堪比一个神桥竞大后期的人类实力 这时君玲珑也听到了后方君逍遥发出来 打不过我随时来救你的船衣 让君玲珑面色一黑直接拒绝了逍遥的好意 整顿衣衫起脸容再次奔着鬼面人熊冲去 眼看着鬼熊举起猎掌 发出雷霆之怒大力朝着前方拍拳 只见君玲珑利用身法避其锋芒来到了鬼熊身后 手掌微躯又骤然紧握 下一秒直接对着鬼面人熊就是一群 剧烈的爆炸声瞬间响彻了可遍天地 烟雾散去只留下了鬼熊的尸体躺在地上 这雷霆一击不免惹得在场众人发出惊叹 听说此女仅仅是君家神子的侍女而已 这与三家之手的实力如此恐怖如斯吗 而话音之外步伐有明眼人也看到了其他强者的身影 红样以一击之力击败了挡路妖兽 正是被称为鸡家的小圣人鸡群 手指偏移再转到另外一处战场 一个身穿斗笠遮盖面容之人 也是稍一用力便击退了白饭妖兽 但不同的是大家都不认识发出攻击的人是谁 唯独君逍遥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微微一笑 有熟人来了呀 天元至尊秘境这下该热闹 听着君逍遥说他看到了熟人 君杖剑急忙开始捧臭警 表示他也同样看到了熟人 便是和他有过一战的小圣人鸡群 那一战以鸡群胜出告终 至此这小子就开始到处扬言 自己战胜了君家序列真是可恶 然而就在两人对话间位于飞船的下方 消沉目光紧紧地锁定在君逍遥身上 嘴里念到了一句随即略微偏了偏头 在其身后不远处一个头戴白纱帽的女子 赫然出现在他眼中 那一副翠绿色的眼睛目露凶芒 更是让他坚定了信心 几个时辰后飞船停留在了一处巨大裂缝正上方 按照江圣一的推断 此次天元至尊密藏应该就在裂缝之内 而随着飞船缓慢开始顺着裂缝下降 一股股一变后的黑雾竟自动压制住了众人的气息 看着大家正运功抵御 唯独君逍遥自己一脸问好 后来听着江圣一解释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君逍遥身怀荒谷圣体 致阳智刚斜碎不轻 所以才会没有任何远 这时伴着飞船逐渐接近裂缝身处 那一鼓鼓一变 飞雾突然开始到 紧接着在军杖舰拿出宝剑的一叉 飞雾散去一道巨大的怪兽身影 变直愣愣地朝着飞船行 江家护卫们很快认出了怪物身份 来是堪比归一尽实力的太古遗嘱恶魔猿 而同时随着恶魔猿的出现 也同样吸引了秘境外的各个家族开始焦头接耳 你们君家的神子怕是要有麻烦 话音刚落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君家长老的微微一笑 与此同时秘境内军杖舰和君雪皇已经动起了声 对着恶魔猿纷纷使出了必杀戟 可由于境界相差太多 恶魔猿仅仅是用力挥出一掌 便将两人一同轰飞伤退 眼看着恶魔猿就是不想让飞船靠近秘境 没办法君逍遥只能选择了出手 伴随着一道道金色光芒开始规矩 成型的一瞬间便突然自君逍遥手中迸发而出 目标直指恶魔猿的脑袋 接触的一刹那瞬间爆炸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战斗结束时 君逍遥却突然命令大家后退 紧接着众人便看到了烟雾散去 浑身开始散发暗红气息的恶魔猿目露凶光 下一秒在其头角处暗红能量骤然会击 一下子的一刹那攻击直奔逍遥而来 可即便是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击 也仅仅是让君逍遥抬起了一个胳膊 神像阵欲尽 名神守护 话音刚落只见一道金色名神赫然出现在了空中挡住的攻击 震慑住恶魔猿的同时 君逍遥的身影已经顺移到了恶魔猿鞋上方 随着一句人王硬脱口而出 当恶魔猿看到金色光芒的时候 想逃已经晚了 此刻出现在身后的气息让逍遥被感熟悉 所以在承认了自己就是君逍遥后 又反过来问起了女孩你又是何人 祖龙朝操龙族龙碧池 此话一出便惹的君逍遥一阵无语 表示你父母跟你有仇吗 是多么讨厌你才会得引起这个名字 这时还没等龙碧池做出唯一 一道惊雷突然从天而降 带到烟雾散去 和龙碧池同样是太古一种的九头狮子便出现在了视野中 可他刚一出现就扬言要让君逍遥做自己追随者 惹得两人都是一脸问号无语淫夜 紧接着一阵狂风又骤然袭来 下一秒一道嘲讽声便由吞天鹊脱口而起 人族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追随者 能成为餐桌上的食物已经是他们的荣幸 然而君逍遥听到他说的话根本没打算搭 只是偏过头问龙碧池 你们太古兽族扯过这么多吗 显然吞天鹊也听到了君逍遥的嘲讽 怒骂一声直接释放出了非灵剑雨冲的逍遥袭来 反观剑雨背后恶魔之意呼之欲出 在剑雨即将近身时 赤膀开始快速旋转 将来犯攻击全部倒下 吞天鹊的权力一击就这样被轻描淡写的化解而开 而相比于吞天器的震惊 九头狮子显然也没见过他吃饼的样子 便抓住机会开始落井下石 这时身后的飞船上一道船 鹰也进入了逍遥耳中 逍遥你不要胡来 九头狮子乃是九龄元胜之后 吞天鹊一族喜欢吃人肉都是出了名的 你单独对上他们太危险 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可小姨关心的话却仅仅是让君逍遥微微一笑 大声回应江圣一不用紧张 两头畜生焉能翻天 话音刚落这下也彻底激入了吞天鹊 气势全开施展出流星火雨 再次向了逍遥袭者来 然而目光所及君逍遥的身影已经消失不尽 带到他反而过来十倍后一 根本没时间做出抵抗 一记手刀下去 只留下了一张冷漠苦涂的饼 和一颗被割断的吞天鹊投入 此刻场面突然陷入一阵静力中 直到吞天鹊的脑袋落在了九头狮子身前 一道话语这才从九头狮子脑中传了手 这颗喵的就是传说中的米沙 太古一种九头狮子亲眼目睹了 君逍遥击杀吞天鹊的流亭手 神子展现出的实力让他忍不住冷汗直流 然而就在君逍遥转头面向他 要让九头狮子做自己的做骑士 只见九头狮子像四倍触碰逆领一板 二话不说长期了一口气 直接对着君逍遥吼去 施吼弓弓强大的气势不仅让逍遥感到意外 就连身旁看热闹的众人也被牵连 感叹着这根本就不是神桥禁该有的战斗 利沼便服去利直奔君逍遥而去 要战便战 九头狮子绝不为奴 话应当落伴着一击重拳挥处 君逍遥侧身灵巧躲 下一秒又是一拳再次轰向了逍遥的马 此刻一旁观战的龙壁石突然道出了九头狮子暴力的灵 原来九头狮子一族祖先曾被大地度化成为了做骑 所以他们才将做骑二字当作尸入客的心理 很显然君逍遥已经触碰了九头狮子的逆力 此时九头狮子周身开始散发层层火焰 剑状神子也笑了笑汇聚灵力 直到逍遥被轰飞了数米这才安静下 眼看着烟雾中那道身影缓慢走 九个头颅同时闪现而出 就要对着神子使出致命一击 只见君逍遥沉声默念了一句兵法诀 下一秒无数道剑语便分别将九个头颅层重包围 一字斩命令脱口而出 就看见电光火时间战斗已然结束 只留下了一具倒在地上满身伤痕的九头狮子伸去 脚步声再次传出 此刻九头狮子也终于明白面前之人的实力 根本不是他可以对抗 我再问你一遍 你可愿当我做起 话应当落不料逍遥听到的回复竟是一个管子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句管饭马便传了出来 随即只见君逍遥大手一挥怒喝出声 午菜一汤保证你顿顿有肉 至此一代太古一种九头狮子就这样被驯服 惹得船上笑声频频发出 我这小外甥还真有两下子 同为太古一种的小龙女大肆嘲笑 换来的竟是神子一句不负就感 文浩天就是我杀的 现在你可以来报仇吗 龙碧池听完君逍遥的话却不以为人 表示看自己的毛发颜色就知道和他根本不是一脉 但在龙族他还有一个妖孽哥们 如果你想打架我可以帮你们约一下 君逍遥听完本不打算理会转身一走了之 又被龙碧池的言语挑衅屏下了嘴 怎么我说错了吗 传说中的君家神子 其实和在场那些像狗一样为夺宝物相互厮杀的蠢货 本质上其实也没什么两样 太让我失望了 面对挑衅君逍遥也没有急着动手 只是将目光落在了龙碧池身上 眼神缓慢变得阴沉刚发出一声邪笑 突然又被不远处的尖叫声打断了情绪 快看了 但是至尊逆藏的入口 他终于开启 见状君逍遥只能笑了一下放弃了杀戮念头 系统签到任务没有任何提醒 显然是需要进入逆藏内签到的 随即便紧忙叫来了足胸足脚 和江家小姨集合成了临时战队 向着逆藏打赢走去 路过龙碧池时 君逍遥甚至都没多看来一眼 因为在他的心里此人已经死了一半 此刻各方势力蜂拥而止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抢先进入密藏 望着人脑袋打成狗脑袋的混乱场面 一个大胆想法突然闪现在龙碧池的脑海中 战蓝色秀发无风自动 一把长剑掏出的一刹那 天空中只见一道亮光骤然炸现 下一秒爆炸声瞬间响彻了整片天地 带到烟雾散去 只见龙碧池站在密藏大门处笑了解 金玉刻满 诸位请回 话音刚落便看见大门上方时必露出道道链 爆炸碎裂成了无数块巨石 直接将密藏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 此情此景斗的密藏外个大家族的长老们都笑出了声 但同时又纷纷开始担忧 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此次密藏到底有多凶险 画面来到密藏通道内 最先进入大门的先头部队 在闻到了一阵特殊气味后 一些人竟突然开始面部涨红双眼布满血丝 全身开始散发黑气邪叫出声 那架势犹如丧尸一般直奔大部队而来 曾经的同能此刻都变成了仇家 手足相反一个接一个的被传染 恐慌的情绪让大家绝望发出最后的哀嚎 这时数到金光骤然乍现 一个十岁神童静紧用了一只手就将邪物全部抹杀 没错 他不是别人正式逼王军家神子君逍遥 劫后余生众人为了减条命纷纷喝彩 然而看到君逍遥呆入目击的神情后 又整齐划一的全部闭上了 我说你们实力不够就别进一记来送死 难道你们是把这里当春游地点吗 话音刚落看着大家惊恐的神 让君逍遥不免想到了进入一记前龙碧池说的话 君家神子你和他们本质上没有去人 随即逍遥也就选择了妥协 一句滚开指令发出 人群立刻分散形成了一条通道攻君逍遥行走 这齐刷刷的一幕不禁让君逍遥心中暗自窃喜 感慨当坏人的感觉果真是爽翻天啊 没过多久在通道的镜头 一个庞大无比的地宫便出现在了眼前 看样子在他们没来之前 这里已经经历过一场残忍厮杀 感受着每个洞口熟悉的气息 君逍遥探查后便发现是 肖成和鸡旋分别进入了各自通道 偏过头看向君杖剑 表示曾和你有过节的鸡旋往那边去 话还没说完之间君杖剑已经动身向了通道冲去 而为了保险起见 逍遥又主妇君选 让他跟在君杖剑身后有情况立刻传音 紧接着目光又落在君万劫身上 你和玲瓏的任务就是去这个通道追个人 玲瓏认识那个臭小子 还没等君玲瓏发出疑惑声音 君逍遥一句给你的好姐妹整点礼物回去 就让君玲瓏明白了神子用意所分 而当众人都走后就只剩下一男一女一狮子留在里面 可虽然君逍遥和江圣一是亲属关系 但双方久不见面孤男寡女共处一世场面便陷入了尴尬中 幸好君逍遥大大咧咧没有多想 扬言要带着小姨随便到处走这才还减气 与此银池位于遗迹的另一人 单独行动的龙壁池在走进一处洞穴后 点亮火把还没走多余 一道大哮声便传进了银座 这就是传说中的至尊祖龙女 我萧尘要发达了 而伴随着龙壁池视线向声音方向的 目光的进口一具庞大龙骨赫然出现在了视野 下一秒一个极度嫌弃的表情便浮现在了龙壁池里面 虽然萧尘领先所有人第一个找到了祖龙海龙 但紧随而来的祖龙朝龙女却还是发出了警告 表示自己进入密藏的任务就是将祖先请回族内 不管阁下有何图谋还请速速离开 可萧尘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颇天的复活 扬言你这小姑娘太过霸道 未免太过把萧某放在眼里了 萧尘的话惹得龙壁池一脸问好 随即也不想再做多余解释 因为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索性直接爆发出了恐怖威压 目标直奔萧尘而去 而萧尘显然已经提前做好了战斗中 纵身一跃顺身到龙女身前就是一举 不料换来的竟是龙壁池微微一笑 而就是这轻描淡写的一剑回忆 却将萧尘轰飞了数米这才停下 见此情形附着在萧尘体内的老祖紧忙发出提醒 表示这小妮子修为在你之上 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定会生变 而感受着萧尘体内突然爆发出的熟悉气息 龙壁池正若有所赐争大的双鸣 萧尘一记苍龙破天拳便已经轰了过来 单手硬抗接住攻击 我苍龙读的青天化龙诀你是从哪里学到的这功课 眼看萧尘根本没打算理会自己的问题 即将使出青龙撕天手的一刹门 利用技能后摇剑锡一脚命中萧尘下落 倒飞而出数米之后 萧尘这才强行稳住了身体 龙壁池的强大让萧尘已经准备要破破陈舟使出秘密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无数道金色能量链条从天而降 目标直指龙壁池命名 龙女利用身法躲过攻击 发现脸上已被鸡伤流下鲜血 带到烟雾散去 脚步声传出的同时 令萧尘惊喜的身影便出现在了视野 明月你怎么来了 听着萧尘问话明月尴尬的只能选择隐藏真实相反 谎称自己听说至尊密藏现实所以才来凑凑热闹 但此刻龙壁池心里却明白了 能把自己弄伤说明此女已经到达了神桥境后期甚至更高 喂那个女孩离开了 这里的东西不是你能够染指 听完明月的话龙壁池直接愣 伤口竟然迅速愈合的同时突然露出了争论 我家老祖的遗骨我不能染指留给你们遭残 还真是不要了 眼看着明月公主一时雨色停滞不前 萧尘紧忙自身后大吼出声 天元至尊密藏内的宝物都是有能者居之 你祖龙朝想而不吞未免也心也太大了 说完看了看明月似乎又回到了自己阵 萧尘目光偏移再次看向龙壁池 表示其他四具远古龙骨自己可以不要 但至尊龙骨是关他日后的修炼 所以定会志在别人 说完又来到明月身边让他不用出手 扬言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靠自己的实力来争取机缘 此话一出顿时让面纱内的明月脸颊骤然变回 然而突如其来的一脚却直接打断了两人的女龙 废话真多呀 你最好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别让我瞧不起 落地急沙稳住身形后 不讲武德四个字刚从萧尘口中说出 根本来不及做出防御龙壁池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的萧尘身体 见状明月只能选择再次出手 无数道金字能量链条瞬间迸发而出 旋转腾膜击散了全部攻击 明月这才发现龙壁池使用的武器竟然是链截 用阻碍神识的面纱遮住面围 想必是不想暴露身份吧 你是谁我不感兴趣 但你若是要汤这浑水你就数 这时只见萧尘突然从身后偷袭出手 不讲武德在其身上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萧尘大喝让明月不要被花烟巧语轻易迷糊 挥出右手攻击使龙壁池后退让出了一个身位 左手光芒聚集气息层层环绕 绝学青龙是瞬间迸发直奔龙壁池而去 指灯花的一声萧尘双眼目睁 就看见龙壁池竟然穿过了攻击闪身来到身前 按着萧尘脑袋力量爆发间大力向地面打去 烟雾消散看着面前龙壁池蔑视一切的目光 这一瞬间的感觉直击了萧尘的痛楚 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正是自己败给君逍遥的那一场 无形怒吼字体内不断回血 蓝色巨能环亮起将龙壁池弹开 龙化的萧尘头发无风自动就要准备拼死一步 幸好明月及时出声将其制止 让她不要动怒表示自己有办法拖住龙壁池 利用这段时间拿走龙骨就可以避免两败俱伤 话音刚落只见明月周身金光浮现 下一秒直接亮出法宝孔精神将龙壁池禁锢在了眼里 然而让龙壁池更震惊的却是被口诉 发现自己竟然无法调用人灭 明月见状对着萧尘大吼让她抓住机会夺取至尊龙骨 可让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萧尘竟选择忽略了龙骨直接一掌瞬间冻穿了龙壁池的胸膛 理由就是一旦放在了一台 自己定会被祖龙朝追杀到 杜绝后患杀人灭西 这才是鲜欲该有的法律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萧尘手起刀落直接贯穿了龙壁池的胸膛 这肮脏又卑劣的手段让明月公主乱在了眼底 之前的种种好印象和眼下萧尘表现出的一切产生了鲜明的对抖 这时由于明月心生恻隐之心导致困精神开始松动 龙壁池紧忙抓住机会正开束缚的东西 对着萧尘就是一拳 眼看着龙壁池心脏被刺穿了还能有阻碍 萧尘闪身瞬间来到龙壁池身前就要割断她的脑袋 不曾想冰死之际龙壁池竟突然笑了起来 那一刻闪回脑海中浮现的正是龙壁池的儿时玩伴 你整天好吃懒做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你修行倒是很努力不还是打不过我吗 听着龙壁池的话气得龙壁天牙齿痒痒 但打不过却是真的只能用言语法 警告龙壁池早晚会因为这张嘴丧命 龙壁池听完也没在意他的话 只是轻声询问着他每天拼命修炼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站在这个时代的巅峰成为大敌 听完龙壁池的话让龙壁池感到一阵无语 心想这个连自己都打不过的臭小子 竟还在做着成为大敌的美梦 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了这个目标 每天都在挥舞着刀剑夺取他人幸运 而这显然是龙壁池最不能理解的 这是当龙壁池反过来询问起龙壁池修炼的理由 答案差点惊掉了下来 我修炼的目的就是要环游世界 讲到此处龙壁池的双眼瞬间明亮了起来 那坚定的向往和信念 顿时让龙壁池看入了神脸颊骤然病 随即紧忙岔开话题 表示有如此理想就更要努力修炼 否则长大后要是遇到能要你命的人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听到这里只见龙壁池突然微微一笑 来看有出的答案 正是在离遇以前 他也会狠狠地咬下对方一块肉 人影消失一只蓝色巨龙停通乍血 突如其来的反击直接令萧尘一口鲜血狂身而止 回过神来急忙迅速凝聚灵力 指出青龙降魔再次和龙壁池正面对方 双方攻击炸开纷纷落向了地狱 眼看着萧尘气息萎泥似有重伤技巧 龙壁池竟然又开始了嘴见 嘲讽萧尘不论你偷学多少紫龙朝攻击 都不可能真正化成真龙只配当个爬传 这下也彻底激怒了萧尘 手中灵力疯狂闪烁就要向龙壁池发出终极一击 而当明月察觉到了不对劲后 立刻大声提醒萧尘快后退 他要自爆龙原了 然而就在两人即将同归于尽的一场 一道惊雷冲天而降 直接将两人功会分割了战场 来人正是奉军逍遥之命 前来复仇的军家序列军万几 我说这也太可惜了 马上都要奋出胜负了 你为何要在这时刻出神 因为我看不惯 如果你君灵龙有意见 竟可以向神祖汇报就是 明月公主认出军家子弟的同事 君灵龙却丝毫没有在意 还从深处去 就死了 明月公主 你到底有多少的仇家 可龙碧池却突然笑出了声 要是这至尊龙骨蕴含 我苍龙一脉的先天道 更是拥有祖龙血脉 就算君家神子来了 你俩在这装什么不在乎 谁告诉你不在乎 至尊龙骨乃是不可多得的至宝 我当然心动 但我君家向来堂堂正正 不屑于趁人之危 况且君家迟早会杀进祖龙朝 届时你祖龙朝的一切都会是我君家的 何必在这种地方 用下座手段针对一个小姑娘丢人献 听着君万杰纸桑骂槐 萧尘已经气得牙齿眼 反观龙碧池却露出了几座笑容 直接摊坐在了地上 表示龙骨你们可以拿走 但可不可以答应龙贵 给那个臭小子狠狠来一巴掌之行 话音刚落只见君万杰脚步螺洞间 下一个秒瞬间以驯为之势 对着萧尘就是一巴掌 速度之快根本没给萧尘反应时间 就被掀翻在了地上 明月公主见识不妙急忙出手制止 并质问你们君家到底想做什么 而这个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君万杰的理解范畴 只能回头看向了一脸无语的君灵罗 那小子在朱雀谷活求亲不成 冤枉神子通奸被神子打了一顿 就是这么简单 听到这里君万杰也无语 心中怒骂萧尘这个傻缺 他知道神子今年才只有十岁吗 这时看着明月公主对君家的话开始半心半言 萧尘急忙出言阻止了交谈 手中灵光乍现 挥舞着青龙四天找直奔君万杰而去 可显然君万杰的实力要更胜一筹 面对攻击君万杰只是邪魅一笑 下一秒直接使出了八荒禁决天雷击 雷电之力骤然爆发将萧尘全部拢到 痛苦的嚎叫声瞬间传遍了整座洞群 眼看着萧尘危在旦夕 明月公主手指微躯光芒浮现 紧接着向后续门 向前突然发力竖到能量链条直奔君万杰而去 这是盘武神朝的混员散神 然而认出明月公主身份后君万杰不仅没后退 大笑出声 下一秒直接使出了八荒金美掌选择和明月正面对风 带到烟雾散去明月来到了萧尘身旁 此刻他也明白对手强大留在这里只能坐以待 然而当他刚想趁机带着萧尘逃离 君玲珑的身影便突然出现在了眼前 不行啊公主殿下 都说过了我们是来找的小子的 没听清楚话了 紧接着伴随玲珑一掌空出 带有薄纱的帽子落地声音便传了出来 妖子逼王课堂开课了 孩子咳嗽老不好 多半是恋爱脑 这世上一旦如果有女修找出恋爱脑 无论你修为多高身身份多高贵 多半你也是废了 有这么恐怖吗 当然恐怖 因为一旦患上此病你的世界就只剩下了一个人 而这个让你轻心付出全部的人 很有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了一个跳往更高处的跳腕 所以如果遇到了恋爱脑 没惹到你就尽量躲远点尊重并祝福他们 如果惹到了你 必须做他一顿下手一定要狠一点直到揍起他为止 金光肆意飘散 背驰咬的红唇 君玲珑百思不得其解 明月公主面对自己的攻击不仅选择了正面硬口 而且还把萧尘甩到了安全的点 难道这一切都是神子口中的那个绝症吗 而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君玲珑再次汇聚灵力直奔萧尘而去 眼看着明月公主又要准备出手阻断 不曾想君玲珑醉翁之意不再久 来到萧尘身前的瞬间突然改变了攻击方向 一脚直接踢中了明月公主的腹 此刻到飞而出的明月很显然已经因为关心乱了阵阵 连君玲珑的虚招实招都看不出来 我说姐妹你眼睛没问题吧 你还真看上这小子 而面对君玲珑的调侃明月面色一红刚想变解 来自萧尘的呐喊声突然传出 明月闪开 青龙震魔笑 眼看着萧尘偷袭发出致命一击 君玲珑自认此招他肯定挡不住便向火磨了影 紧接着数道雷电从天而降 君杖剑拦住攻击的同时还不忘埋态萧尘一句 你是真喜欢玩偷袭 话音刚落脚下地面骤然崩裂 灵光闪烁身影瞬间来到萧尘面前 按住了他的脸在拖向高枯 向着地面大力打起 严丑的萧尘受伤惹了明月公主尖叫出声 君玲珑连忙在旁边开始煽风点火 看你出招的方式应该是盘武神朝的贵女 难怪这小子会上赶紫巴结你 住口 休要继续侮辱萧尘 他对我的好绝非因为我的身份 我们的感情不是你这种思想肮脏的人可以评论 此话一出顿时脸的君玲珑一脸问候 可喵的这世上还真的有这种恋爱吗 公主你说萧尘不是因为你的身份才对你好 那你可知他得罪的人是谁 没错他惹的人就是我家公子君家神子君逍遥 所以仅凭他一个青龙古国皇子的身份 就算穷极一生也无法触摸到公子的背影 但如果可以拿身为不朽王朝的盘武神朝作为跳舞 想必追上公子背影的几率会大大提升吧 说到这里只见君玲珑突然伸出手掐住了明月的脸颊邪魅一笑 如果你无法帮他对付我家公子 你说他会不会也骂你是劈腿的剑 然后到处编排你呢 话音刚落一旁的萧尘显红已经忍不住 发出怒吼同时利用弹衣 就要请求体内的老祖献身替他杀了所有人 这时只见青龙老祖先是抬起后看向了秘境上 随即祖龙朝长老震怒的神情变出现在了眼前 因此老祖只能叹了老气 表示那些世家长老们正通过观天境注尺的这里的一起 若非你执意要杀那龙女我本是可以带你离开 但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这时还没等萧尘反应过来 君万劫突然闪身来到他身前一把抓起了头发就要动手 才听到明月公主的喊叫雷光闪烁键 直接天降惊雷劈在了明月身上 说话注意点小姑娘 公子或有慈悲心可我君万劫却不是怜香惜玉之人 你盘武神朝确定要与我君家为敌吗 此刻君万劫的话显然是击中了明月的内心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面对身为先玉玉三家之首的君家 就连他父皇见了恐怕大气都不敢闯一下 如今自己又能怎么样呢 然而这时一直若有所思的君玲龙却给了他一条生物 因为玲龙想到了神子的荒谷圣体要想觉醒第二一条 就必须得去一趟盘武神朝的盘武人才能 随即就看见君玲龙大力拍的下巴 哎呀万劫公主不要动怒 这本是神子的私人恩怨和盘武神朝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这莫名其妙的话让君万劫懵逼的一场 君玲龙看向明月公主紧忙又跟了一句 如果公主你非要救萧尘也不是不可 就要看身为盘武神朝贵女的你是否愿意去尊降鬼 话音刚落萧尘突然怒吼出声让明月别管他赶紧逃 此刻明月公主心里也明白这样下去他们两个谁都逃不掉 所以便咬了咬牙选择了妥卿 见此情情君玲龙的脸在这一刻仿佛都要开花了一般笑说声 紧接着拿出刘影珠交给君万劫便来到了明月公主身前 表示其实也不需要公主殿下做什么 只是配合自己一下就好 说完便将明月放倒在了自己腿上 深吸了一口气 手掌由上到下挥舞间 竟然公开大力向着公主的屁股抽打下去 而且这一切还都被君万劫拿着的刘影珠记录了下来 此刻在君万劫对君玲龙内心产生恐惧的一刹 就连蜜镜外的长老们都忍不住笑说声 还是他们年轻人玩的花呀哈哈 跟重伤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了蜜镜之外 之前的凄惨战斗被女孩一笔带 可男人不知道的是 救出他竟是以女孩的尊严为代才能活命 想到刚刚君玲龙拿路向威胁他的嘴脸 明月公主看着肖辰面色缓慢红润间 紧忙调整情绪表示 接下来的路自己无法继续留在你身边了 因为她的守护人来了 如果不是守护人出手 等待肖辰的结果就或许是被祖龙朝秦会折磨 说到这里明月公主又到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那就是等她回到盘武神朝后 她父皇就会招到天下卫长公主征婚挑选赴马 话音刚落只见肖辰抬起头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坚定怒光 明月你放心 届时我会前去打败所有对手 堂堂正正地迎娶你 画面一转此刻身为远古神兽的九头狮子 正一脸嫌弃地看着前方 只见君逍遥在一堆破烂中突然找出了一个磁品 那架势就像没见过世面的穷小子一般大脚出色 反观身旁的江盛一开始模仿起了大人模样 让九头狮子不要见怪 毕竟小孩子爱玩呢 可他却丝毫没留意自己已经为九头狮子编了九个发型 这时一道道脚步声突然传来 君逍遥闻声回眸的一刹门 一道令他感兴趣的身影便映入了眼 紧接着故作生气地耸了耸肩 质问两人为什么把这个嘴强王者带回来 随后经过了一番解释这才明白事情人有 看着储物袋里面的四具龙骨和一具至尊龙骨 这天大的机缘不禁让君逍遥联想起来 这萧臣不会真是什么退婚流男主 可他那怂样子怎么也不可能和隔壁萧炎相提并论 君逍遥看着一直沉思不语的君逍遥还以为他在生气 便急忙表示他只是不想把龙碧池扔在那等死 如果神子要责罚君逍遥一定息听尊便 话音刚落君逍遥突然灵光一声 细血地看着君逍遥问他是不是相中了龙碧池 惹得君逍遥敢怒不敢言只能连连摇头恐是否 收回笑容君逍遥起身目光停留在了龙碧池身上 此刻的龙碧池因心脏受创已经命在旦夕 一条金线引起他注意的同时 听说龙碧池正是因为此物才被活桌封住了修围 竟直接一把扯下装进了自己的储物袋中 而作为交换手掌易懂 一颗龙之心突然出现在手中 而君灵龙显然也马上认出了心脏的出处 此后看见的东西竟然会是这样 它是因人而异 所以呈现在龙碧池眼前的那一片花海 伴着翠玲玲的铃声响起 正是曾出现在他梦里无数回的画面 在如此宁静和谐的氛围里 甚至连奈何桥都显得格外亲切 看着掉落在手中那一片明界之间 龙碧池显然也明白了自己可能真的死了 跨过奈何桥便可重获新生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人人恐惧的黄泉路竟会是如此的美轮美断 而就在龙碧池用心体会美景正享受着这一刻的安静 一道白光突然冲着他袭来 人影与白光分离间 令他目瞪口呆的一幕便发生了 因为袭击他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已经去世的儿时玩伴龙傲天 所以说如果刚才还对黄泉路有所误解 那么再见到龙傲天这一刻 他终于相信自己肯定已经身亡 这时只见龙傲天单手抬起 用了一招小时候的招式 再次将龙碧池拍在了地上 我说你这倒霉孩子 现在还没看出来我俩的区别吗 你还没到时间来这里 回去吧 去做你想做的那些事别再浪费青春了 说完还没等龙碧池反应过来 随着龙傲天的身影慢慢变得虚幻 再次睁开双眼时 苍龙族长老的身影便出现在了眼前 见到龙碧池真的起死回生了 苍龙长老先是大笑了一声 随后又紧张震惊起来 抬头看向前方表示 军家救命之恩来日 苍龙族定会奉管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换来的回复竟是一句你也配 而生气归生气 想着毕竟是军家救下了龙女 便也没在意只是将龙碧池拉了起来 告知了他昏迷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听完苍龙长老的叙述后 龙碧池立马双手抱拳 本想对着君灵龙醒 君灵龙耸了耸肩 紧忙打断了他的动作 救你的人不是我 我只是奉命把你送出来而已 但如今你却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修炼 毕竟那不是你自己的心脏 然而在外人看来 他今后可能就会是个废物 但只有龙碧池心里最清楚 成了废人游历世界大好山河 才真的是他最想要的归宿 画面转到天原密藏身处 鸡拳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最终之地 只见他熟练地触摸了一下机关 下一秒便被传送进去消失在了人底 还身为仙玉军家第十序列 如今竟被一普通世家子弟一招鸡腿 只因历境中人人苦恼的不悟 却唯独伤不了他分毫 原来他自在圣人王守谷 论天赋实力 即使在众多参与至尊密藏的天才中 也可足以傲视群雄 就在刚刚被誉为圣灵院小圣人的鸡拳 凭借着书院交给他的至尊令牌 轻而易举地便穿过了机关 来到天原至尊密藏身处 正研究着墙壁上的诡异符吻 忽然察觉到了一丝危险气息 转头看向身后眼神微眯出言鹤脑 后面的朋友你跟随鸡某一路 到现在是还不打算现身吗 话应当落伴着数道毒物链条席卷了开 黑暗中缓慢走出的那道声音 正是军家第十序列军万杰 认出来人后机玄这才送了口气 表示自己本不想与军家为敌 但你暗中在身后跟随在下小司机夺宝 为免也太不止 可军万杰却压根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此刻他心心念念的只有拔出宝刀要一血前耻 所以机玄还没来得及做出反 军万杰便以挥刀向他打 机玄被迫只能选择还击 手中光芒闪烁间直逼军万杰下巴 待到军万杰躲避开攻击又成瘾出声 我说哥们你是真搞不清楚状况 在密藏里到处充满着毒物 即便是你也要用出三层功力才可抵抗 而拥有圣人王手骨的武 却可以完全隔绝毒物侵蚀 所以你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生存 我本不愿得罪军家 你走吧我不杀你 没想到此话一出反而激怒了军万杰 开始不顾一切奋力出击 惹得机玄也忍不住内心生起一丝愤怒 王道之泉怒吓出声 带着剧烈的能量波动直奔军万杰而去 双方攻击正面对炮 爆炸声瞬间传遍了整座至尊密藏 而相比于犹如武痴开始邪校出生的军万杰 此刻机玄却心头一紧咬牙暗骂了一声 因为他看见了身前被炸碎的诡异符文后面 竟然爬出了像似丧尸一般的恐怖怪物 眼看着怪物静止朝着自己走来 军万杰却根本没在怕 赶身来到怪物身前对着脑袋就是一刀 带到烟雾散去 军万杰感受着手臂传来的阵痛 这才震惊发现 面对他的权力一击那怪物竟然毫发未遂 反观怪物受到攻击后手臂缓慢扬起劲 几雷停之势对着军万杰就是一剂立场规机 剧烈的疼痛让军万杰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身体不受控制的撞下墙壁方才停了下 这时身旁的机玄看向怪物开始沉思 想来这些物似乎不会主动攻击闯入者 随即便放下狠话转身向着密藏身处走去 加油啊军兄 一百张显英雄本色 致命丧尸从出不穷捍卫领地步 军杖剑还以为最后一头丧尸已经被他解决 可仅仅是这一刻的放松警惕 换来的却是背后一阵凉风起来 根本做不出任何防御死亡的气息被瞬间放大 然而那两头丧尸竟突然停下了动作僵立在原地 伴随着一头头冰雕出现 视野中的那道窑窍身影正是精通冰雪之力 红为军家序列军杖剑的足解军雪皇 而面对着军杖剑惊讶的目光 军雪皇先是询问了一下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随后又表示之所以会出现在此正是神子的未雨绸缪 并且他已经用预检传音通知了军逍遥 而在公子来到这里之前 这里的麻烦还需要我们顶住 画面转到天元至尊密藏通道深处 军逍遥刚一到达入口节界 手中的天元至尊令便有了反应 将小姨的令牌一起拿出 手掌接触结界的一刹那 几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唯独留下了没有令牌的九头狮子暗自骂羊 当几人再次睁开双眼时 就被面前的震撼一幕惊呆了 只见一座硕大宏伟的石碑赫然出现在眼 位于外敌八百二郎克死他乡 无心碑之剪其师谷怨后人静止 看着石碑上的描述军逍遥这场广谈大物 想来不远处正和军杖剑他们交手 应该就是被天元至尊埋葬在此八百五十 然而此刻军杖剑和军雪皇面对的情况不容乐 因为即便是两人可以击败丧尸 但却奈何不了一直持续不断数量倍增的丧尸攻击 而专门用来逃跑的大摩衣服在秘境深处里失去了 所以两人只能选择继续战斗 希望可以撑到神子赶来相救 这是一道金光骤然乍现瞬间将双方战争分离有台 来人正是军家零号序列神子军逍遥 你们都给我助手 暂且推下这里就交给我来应付 军妖子手中浮现三面小旗 撒向地面的一刹那 一道光圈瞬间扩散将几人重重包裹 感受体内灵力复苏军雪皇这才后知后觉 此阵应该是可以隔绝气息又能恢复灵力的三才所凝阵 这时江家圣语也出现在了两人身后 手中闪烁着暖阳阳的光芒 放在军杖剑头上便开始为他疗伤 反观军杖剑面色凝重地看向前方 目光所致正是在丧尸群中不断游走的军逍遥 看出军杖剑一脸疑惑将圣一这才小口微章 表示你们进来的时候没注意到门口的石碑吗 上面描述的这些丧尸其实都是天元至尊的袍子 为了抵御外敌而死的意识 而逍遥此刻显然是在观察他们身上的魂魄 是否还被囚禁在身上 而事实果然如他所料 没过多久军逍遥就探查出了他们的魂魄 还被囚禁在这些古石的身体 但即使几百年都不得安息 他们也不愿主动伤 也正是因此军杖剑才能活下来 说完神子就要向军杖剑借剑一用 只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拿到剑里一刹 军逍遥竟然直接对着自己的手砍了下去 惹得雪黄和杖剑就要上前查看 却因君万劫的一句话停下了酒 别着急 好好看看这个让我们屈尊追随的道理是个怎样的 话音刚落只见军逍遥手臂向下挥舞间 鲜血洒向地面的同时竟然形成了火焰开始燃烧 荒谷圣体制刚制阳万邪不清 来吧将士们 我来当你们的对手 听着军逍遥的话 丧师们似乎仍不愿出手伤人 但因为抑制不住体内的邪气 只能跟随本能月向空中准备群起而攻之 而这正是君逍遥想要看到的 烈焰之剑夹杂着猛烈气息骤然挥响 荒谷圣体 滴血为言 烈焰席卷瞬间将所有丧尸全部包裹 紧接着就看丧尸的躯体开始不断碎裂 下一秒竟直接爆裂消散在里面 目光向上偏移 众人这才惊奇地发现 君逍遥一剑之危 竟把所有将士们的灵魂解救 看着飞升去往虚无的灵魂体 没让逍遥忍不住发出疼态 慷慨一世后人自当心怀尽重 说完便在灵魂体的素食下 附身行李屈尊恭送 身后的几人健壮也紧忙低下来 然而大家没料到的是 猥手的灵魂体似乎确认神秘一样 并没有着急飞升而是落下了地面 紧接着便在君逍遥的震惊中 一把宝剑就被灵魂体拿了出来 而宝剑正是天元至尊留给有缘人的传承 当君逍遥手握宝剑的一刹那 久违的系统声音终于再次响起 恭喜宿主成功迁到天元至尊秘藏 获得五星奖励元皇道剑 元皇道剑号称是和君家路先剑爵并存的五大神爵之一 其本质却是一剑为谋 以群星之力于虚空中锻造的秩序神灵 其印记落于石海神功之中 这便是天元至尊留给后人的最后传承 漫天星魂星火相传 我君逍遥在此历世此生绝不负元皇道剑威名 而在中逍遥接受传承的同时 秘境外已经乱成了一本 原来是因为异域独物隔绝了关天境的关子 以至于守护在秘境外的各族长老们都成了睁眼侠 只能暗自祈祷自家天才可以化险为一夺得最终秘藏剑 与此同时在秘境内的最深处 鸡旋跨过了尖南险祖 终于抵达了天元至尊秘藏最大机元之地 可就在他刚降落在塔门口 还没来得及多想一阵剑风袭来 犹如狗屁膏药一样的军杖剑便映入了鸡旋眼中 之前好像有人大言不传说我们活下来就和我比一场 这次可不要再讨论 鸡旋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鸡旋一阵叹息无语 不想因此得罪军家的他只能再次生意 都说了在秘境中你打不过 为何非要死缠烂打 没想到话音刚落伴着军逍遥的身影出现一道笑声 鸡兄你不必担心 我稍微用了点手段 现在杖剑族兄已经不会被毒入影响 不知鸡兄可否兑现承诺和我族兄再战一场 然而听完军逍遥的话鸡旋却忍不住开始嘲讽 怎么 难道我不答应这场鄙视你们军家还要群起而攻之吗 这话逗得军逍遥笑容更甚 扬言人人都知道你人称圣人王 全是一块圣人王手骨引以为了 而我身怀的却是至尊 若我想对你动手你认为你还能活着走出这里 鸡旋也明白军逍遥所言非虚 因此也只能隐忍不乏 洒脱的大笑了一下 紧接着目光突然汇聚 手掌凝聚出光芒的同时 凌厉爆发瞬间将军杖剑弹开 既然如此 杖剑凶 请指教 早该如此 目目唧唧的算什么男人 话音刚落两人攻击骤然交汇 鸡旋手掌向后蓄力 圣人手骨力量爆发对着军杖剑就是一举 反观军杖剑等过攻击也不甘示录 鸡箭反击挥出 一击之力甚至将大地都披成了两个 鸡拳剑状也明白了与其和军杖剑纠缠不选 不如一招定胜负 随即意念有动间 周身开始扩散金黄色凌厉波动 咒语念完一招灭生拳直奔军杖剑的面门而去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军杖剑不仅没懂法 而选择了正面一套 因为此刻在军杖剑心中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好久 既是比武生死由命 获不了这一招我命运被讲庭碎片 此黄剑决第十三世 明话开天 天汉丁 明话开天 转过云霄 掀翻智武 权力一击只为击败命中宿敌 然而这看似无敌的一招 伴着身前宝草棒 锁链碎裂的一刹门 军杖剑被震得倒飞而出 气息尾迷间看向目标 才发现他的致命一击只是刺穿了鸡拳的肩膀 反观鸡拳甚至连大气都没闯下 目光如炬看向军杖剑询问他还打发 前所未有的挫败感让军杖剑不免发出一声长叹 看到军逍遥落于身旁 他本想向神子告罪自己辜负而期望 无料却被军逍遥突然打断 鸡胸可否问一句 你身后的那座塔里到底有什么 上面的铁锁从刚才就一直在崩断是不是不太妙 话音当落鸡拳面色骤然紧崩 他怎么会不知道那可是天元至尊为自己设下的81道架子 就凭当当两人仅是神乔径的对碰 怎么可能对铁锁造成破坏 而且向着自己而来的这些诡异能量炼条又是什么 然而此刻根本龙步的他多想 剑客之间锁链与尽数锻炼 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压瞬间降落 剑撞军逍遥紧忙拖着军杖剑逃离原地 大叫着让所有人后退的同时 一道人影浮现在视野王区 军逍遥便已知晓那最终宝他终于来了 随着那道身影缓慢露出真弱 让众人惊恐的同时又忍不住开始猜测 难道他就是天元至尊 随后让大家更想不到的是人影仅仅一个眼神 无形威压瞬间破散而开 让众人仿佛心跳都要停止一般动态不动 感受着这股极端恐怖的气势军逍遥却突然发出邪想 因为天元至尊也让他想起了自己曾首次的幽容至尊 从场面上来看两者的实力差距也相差得太不巨大 这时只见天元至尊大手一张 恐怖犀利的作用对象直指鸡旋本尊 鸡旋脑筋飞快旋转这才后置后续 天元至尊只攻击他的理由很可能就是因为那没滚 也正是因为他 天元至尊才被激活破剑而出 然而天元至尊却没想那么多手掌忽然讲 鼓猎声传出眼看着鸡旋就要命扫王群 一道金光闪现而出 直接将束缚在鸡旋身上的能量链条基督 让鸡旋想不到的是 出手相救之人正是军家神子军逍遥 攻击受阻一丝怒意浮现在脸上的一刹 天元至尊目标转移以驯为之势风声骤起 对着军逍遥的面门就是一拳 鼓风瓦解瞬间炸裂场面一度陷入人阵死机制 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在整座秘境上 军家序列们想要出手帮忙 却发现这场至尊级别的战斗 根本就不是他们可以插手 金色光芒肆意扩散环绕周身 军逍遥气息全开目标直指天元至尊 不曾想换来的却是轻蔑一笑 逍遥闪身来到身旁 对着天元至尊就是一拳 反观天元至尊目光汇聚 瞬间发出一剂冲拳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凡手直拳再次轰出命中天元至尊 带到双方对封剑系军逍遥 已经摸出了天元至尊敌系 从权力上来看 她的实力可能只是发挥出了巅峰期的一场 而且还是仅凭肉体战斗 随即一个想法便出现在了军逍遥脑海中 那就是以肉体对战肉体 将来只有这样才能真的找回自己曾经向往的感觉 因为自从小时候获得了神级外挂之后 军逍遥便过上了被外挂操碰的生命 这样不仅是对她前世努力修炼的讨论 更是让她一度对修炼厌恶生出了百万的态度 直到军逍遥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人全是疯子 强大的人可以随便杀戮 随后强大的人还会被比他更强大的物思议能力 而只要你足够强大就可以无视一切成功 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像极了一群披着人皮的眼神 而一旦想通了这一年 军逍遥这才明白戏骨金手指的意义对于她来说究竟是什么 那便是让她拥有足够的实力来构造新的秩序重塑文明 让每个小孩都能吃上蛋糕 才是她想要修炼下去的目标 双拳对接气流瞬间炸开 天元至尊被轰退的同时 军逍遥目光突然聚焦在了天元至尊的身上 她知道不论是秘境入口处的石碑 还是刚刚那飘散在漫天星空里的阴魂 又或者是用81道锁链锁住自己的情怀 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天元至尊都是她值得尊敬的 而英雄就不应该沦落到这样的结局 所以自己必须解救她 所以当军逍遥再次面对天元至尊营练中 一张极度恐怖的脸 为一双金色脸 便骤然出现散发生 双胶决战阻尽之巅 全家神子彰显霸气本色 军逍遥营练一击正中目标 天元至尊豪无巨色手中吸力瞬间爆发 扯出千斤巨石大力甩出 军逍遥闪躲藤罗的同时 巨石冲击境意外改变了方向直奔将胜一而去 健壮君万劫只能硬着头皮闪现到前方 然而即便是她出手就使出了绝学芭蕾镜 不同想还是被那巨大的力量震的口头鲜血 用尽全身力气这才击碎了巨石化解危机 与此同时位于战场的正下方 其他的秘境探险者正讨论着如何分配这朵幽冥灵花 这时半个大地突然开始震着 紧接着一道道碎猎声便自头顶传出 下一秒无数块巨石直接崩裂四萨凯 那极端恐怖的千斤巨石让众多探险者没有丝毫留 纷纷都选择祭出大摩衣服传送回到了地面 眼看着君逍遥和天元至尊交战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 如此下去别说是至尊逆藏里的宝贝 不用多久这里的人都会被埋在此处给天元至尊陪葬 只见鸡拳先是咬了咬牙 随即又略显无奈地叹了口气 双手开始还于胸前 紧接着一道道能量链条便自周身扩散开 伴着一块透明晶体缓慢浮现 江圣一和君万劫也都纷纷瞪大了双眼 因为他们已经认出了此物 正是蕴含生死之力的至宝轮回到京 画面转到战场中央 双方经过再次序列 又一次上演了惊天对风 而随着两人双眼怒争的同时 鸡拳竟然以一己之力接住了两人的攻击 将战场分割而开 眼看着鸡拳因为承受攻击蹊跷流血 一道怒吼声传出直接让君逍遥愣在了人底 君逍遥你清醒你 回头看看你们的族人 这里只有你们和天元至尊抗抗 以若继续执迷不误 所有人都会死在这 话音刚落天元至尊皱了皱眉 一拳直接轰在了鸡拳身上 至尊之力倾泻而出 将鸡拳瞬间砸进了地面 只留下了一具不知死活的躯体 可天元至尊还没来得及得意 金光缓过双毛 君逍遥的兵伐爵已经将其全身笼罩 经过鸡拳的呐喊 他也凝悟了情 意识到了面前和他战斗的根本 就不是真正的天元至尊 只是一尊被抑郁妄念驱使的空口 紧接着就看天元至尊呈现出震撼的 元皇道剑赫然出现在了君逍遥背 十岁少年火拼百岁至尊 围观长辈本想出手相助 不料却受到天降精雷促 我君家神子玩的就是越级挑战 奉劝各位闲杂人等不要多管闲事 而等速速滚开 就算刚刚 随着君逍遥身后的元皇道剑 缓慢浮现 一股熟悉的味道瞬间充斥了 天元至尊整个脑海 只见他单手向前抚摸虚空 紧接着突然将手臂抬起指向天空 下一秒一柄幽蓝色的元皇道剑 竟也出现在了天元至尊身后 随即双方不再犹豫 四刀剑红火拼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位于至尊密藏的入口处 人们还在奋力清理着坍塌的尸管 这时地面开始不断晃动 一道爆炸声传出的同时 里面逃出的人纷纷开始祈祷上天 通过询问这些秘境幸存者 大家这才知道 原来整座天元至尊密藏的内部已经塌了 听到这里还没等密境外守候的 各大势力长老出手看着 就看坎塌之处光芒浮现 下一秒数到恐怖冲击波 直接射向了天际 紧接着君逍遥和天元至尊的身影 便映入了长老的立场 而位于战场中心的两人 似乎根本没有在意外面的目光 双方攻击再次对抗 仅仅是过了几秒 两人交手的回合数便已达到了每次 当人们的视线偏移看向一旁时 这才发现深坑里面还有着一些幸存者 但一想到仅仅10岁的君逍遥 竟然敢不自面对天元至尊的怒 各大长老正要准备出手相助 一道惊雷伴着一丝情声突然响彻天空 落下的瞬间直接将中长老和战场一分为二 这时其他家族的长老不约而同地 都把目光看向了君家长老 大家不用白费力气 出手之人正是逍遥小子的护道人 他在警告我们不要多管闲事 画面转到战场中央 此刻君逍遥全身散发着金色光芒 正加速冲向天元至尊 伴着君逍遥身后数以万计的虚无人影浮现空中 让在场所有认出招式的人 都瞬间张大了嘴巴目的脑袋 圣体一响 万圣曹败 此刻天元至尊面对如此攻击 已经呆立在了人底 眨眼间君逍遥的终极一击便刺穿了他的身躯 双方在半空中同时降丽了片刻 天元至尊率先回头间一道道裂痕 同时开始浮现在了身上 后生 你到底是何人 王州君家 君逍遥 听到这里一股股记忆碎片 开始不断涌入境天元至尊 最终汇聚成了一个像极了君逍遥的故人物 他在一遇黑暗人头孤身一人不断望 荒天地 云散去 大战落幕 落败的天元至尊掏出终极宝藏看向君逍遥 他从逍遥身上看见了自己的传承 也就代表着他曾经那些与其并肩作战的兄弟们 英灵全部得到了解放 啊这 这是你应得的 这盒子里面有一半 剩下的一半在下解 上面的玉佩是本尊与道理的信物 你若有心就帮我照顾一下他的家族 话音刚落只见天元至尊的身躯开始了不断碎裂 某一刻他的双眼却突然怒争 因为他的前方出现了那道让他记挂千年的身影 那无比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感觉 让天元至尊忍不住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手掌抬起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着女人生去 却又在最后一刻彻底破裂消散在了风中 逍遥明白这一切都是天元至尊的想象 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要是可以如此该多么美好 前辈您一路走好 数日后位于天南城内 君逍遥大战天元至尊的事迹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 人们都在冲赞君家神子的天神表现 可唯独一人却气得咬牙切齿 他就是青龙谷国大皇子萧臣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变强 无法迎娶明月公主 让盘武神朝作为他的靠山 那么他这一辈子就会让人踩在脚下勇士不得翻身 老祖沉吟了片刻忠实叹了口气 表示传给他的青天化龙爵乃是自己在一处古巢穴秘境中活 但同时那里也封印着一个祖龙巢的古代怪胎 那家伙身上必定流淌个苍龙一族的至尊之血 如果可以想办法获取定可以让青天化龙爵大仗 但要是因此惊动了那位怪胎 等他不仅是你 甚至整个仙玉到时候都要遭殃 画面转到仙玉江家 江圣一目视前方看似平静的表面内心却早已波涛汹涌 虽然此次他和君逍遥同行勇闯了至尊密草 一群小龙女甚至是那九头狮子 他都没有把握能活着走出来 这时江家长老突然出现在了身后 表示千万不要因此而到心受损 要知道不是谁都像君逍遥那般变态 可以和真正的至尊相抗衡甚至还隐喽 这天下想来目前也只有他君逍遥可以做到 随后看见江圣一面色回暖又话哼一准 表示洛梨和君家小子的婚事你要再上一些心 你也看到了如此天才 江家和他交好肯定是百劣而无一害的 可只有江圣一清楚地知道 他那妹妹江洛梨和君逍遥简直就是一对冤家 而他能做的就是尽量让两人见面不打架就算稍糕香了 你是姬氏灵 沐浴在阳光下疗伤的那个少年 正是从至尊密藏回来的姬家小圣人姬璇 这时一道慵懒的声音突然自头顶传出 目光直射在姬璇的圣人手骨上 姬小璇你的手怎么了 突如其来的声音着实吓了姬璇一跳 但更震惊的是以他的实力竟然对女孩的到来毫无察觉 姬青一来到姬璇身边查看了她的伤势 轻声询问为何如此 随后听完姬璇的回忆 这才若有所思的摸儿摸下来 君逍遥竟然以神乔径的实力击败了至尊强者 还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反观姬璇显然也是被君逍遥的实力所征服 但姬青一却又当着她的面表示 有机会一定要去拜会一下君家神子 毕竟是人家救了你了 画面在在黄州天地宫内 君逍遥深吸了一口气 紧接着双眼瞬间泛起光芒 双手何时祈祷着开箱的那一刻会给她一个惊喜 然而不出意外的果然发生了意外 打开宝箱的一刹那她便直接愣在了原地 不久后位于君家的阎武场上 君家第十序列军仗简 第五序列军万劫 第七序列军雪皇 让大家更为惊讶的是 就连神子身边的红人君玲珑也出现在了阎武场上 这些平时都很难见到的大人物 不免让大家开始不乱猜测起来 应该没啥情况吧 毕竟是我把他们叫过来的仅此而已 话音当落人们这才认出说话之人 正是神子君逍遥 走近几人逍遥一边夸着大家来的都挺准时 一边看向了一脸疑惑的重点 表示不要紧张叫你们来是有好事发生 说完便扔给了几人一人一个紧张 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远古龙骨 然而感恩的话都到了嘴边 却又被君逍遥白手掖了回去 一人一句龙骨你们练话他需要多长时间 听到问话大家都不敢率先发言 唯独愣狗君万劫如是回答了问题 少则三月多则数年 这时只见逍遥突然竖起了意志 我只给你们一年时间练话龙骨突破至归意境 然后回到这里 到那时如果接不住我一拳的话可就要挨揍了 听到这里一阵冷风突然吹向了几人的天灵带 紧接着大家都选择赶紧转身离开回去早早练话龙 唯独君灵龙看出了什么面向君逍遥 公子你开宝箱是不是开出了什么好东西 否则你怎么会把这些珍贵的龙骨都拿出来送人了 哎呦喂 还是小灵子你懂我呀 开出来的宝贝暂时需要保密 到时候你们自然就会知道 这时话风一转君逍遥又询问了玲珑 君家仓库里是否有仙缘存放 有是有 但据我所知即便是君家 因为仙缘稀缺也没有多少库存 但想来过了今天就会彻底没有了吧 这老头闭关不修炼算了三十年挂 今天终于挂象出城 老祖自信宣言自己已经窥探到未来意见 速将此预言告知所有祖龙朝骨人 那被雨光龙出世 祖龙当心 另外一边位于朱雀谷国内 玉儿公主听说消息后差点笑掉了大雅 殊不知这祖龙朝才刚在天元至尊密藏 蛇了一位天才龙女 如今又夸下如此海口 还真是华众取仇 话音刚落只见她手中朱雀虹 骤然升起 迸发出的语刹 所到之处摧枯拉雪 直到将镜头的巨石击穿 这才消失代价 身旁丫鬟见到公鸡落幕兴奋的大叫出声 恭喜殿下 您的修为终于突破到皈翼境 可拜玉儿心里却清楚得很 想来要不是逍遥公子赠送给她的容器 全凭自己短时间内肯定无法突破境界 这时丫鬟看到公主疑惑的眼神后 立刻摸起手 表示前线来报 青龙谷国已经和白虎玄武两大谷国宣战 由于四项谷国几百年的平衡突然被打断 玉儿公主难免开始怀疑起了青龙谷国背后可能有推手不在 而事实果然如她所料 据前线报道 青龙谷国的队伍里确实有一些不知来路的神秘高手 一旦两大谷国被灭朱雀国定然也不会善罪 父亲闭关她更不能在此关头优柔谷 想到这里拜玉儿直接命令丫鬟立刻召集几位将军 参议与白虎玄武两国联手对抗青龙谷国事宜 带到丫鬟退下前去宣执 为了保险起见她犹豫了片刻 终究还是拿出了一只欲剪准备尝试一下 成功与否就看天一版 画面转到天地宫内 此刻君玲龙的脑袋明显要比平时大了一整圈 因为神子即将闭关心生烦躁 已经和她唠叨一上午了 其中的重点就是希望她闭关之前 玲龙可以为她做出一些美食出来安慰自己 可君逍遥嘴里的那些菜品君玲龙压根听都没听过 而看到神子那极度气盼又可怜的表情后 君玲龙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逍遥的请求 但让君逍遥万万没想到 玲龙大姐竟然直接就地取材 当着她的面开始烹饪食材 虽然过程有一些曲折 但菜品终究是没辜负期望做了出来 这时就在君玲龙拿着菜品准备给神子品尝试 外悦的传音突然响起让她脚下一滑 佳瑶全部打翻在了地上这才听清 帮帮我 玲龙有梦 青龙谷国发疯了到处发动战争 我知道了 我说你这个摔神偏偏要这个时候来语音吗 当今叱咤风云的白虎皇朝 如今却被敌对势力轻易破门而入 即使这里齐聚了三国元首 听到前方逐渐逼近的脚步声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闯 原因正是青龙王身后的这批拥有恐怖实力的黑衣人 此刻青龙国主的笑声仿佛刀子一般直插人心 但同为圣人境界的白虎国主和玄武国主 却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因为青龙国主背后的那些黑衣人 在交战的几天里所展现出的实力 让他们都心生为子 敢怒不敢言在两人身上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在听到青龙国主的虚假寒暄后 白虎国主直接打断了他的王 要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不用在这里虚情假意 然而青龙国主口中的公子 却让两人一脸问号蒙了拳 没错 我们公子吩咐只要诸位愿意举国臣服 并交出你们手中的罗盘碎品 就可给你们一条生路 然而此话一出还没等他们愤怒 一道怒吼声突然响起 朱雀之子生于烈火死于飞燕 我绝不会坐而等走狗 朱雀国大将军赤日出手 就是杀招直奔青龙国主的拳 这时只见对面围首的黑衣人微微一笑 以薛雷之势一拳瞬间轰出 精准命中目标之后 根本没给赤日反应的机会 力量汇聚在移除 下一秒直接生生将赤日人手 分离撕成了碎片 眼看着惨案就发生在眼前 白虎玄武两国主这下 也没了刚刚的气势变得萎靡起来 怎么样老兄弟们 你们也要和他一样死于飞燕 还是选择另一条路呢 阿喵的青龙谷国简直气人太甚 朱雀公主听到消息后 气得一拳砸碎了桌子 但同时他也很清楚 自己再怎么发火都无济于事 当务之急事 必须尽快搞清楚 青龙谷国背后的势力到底是哪里 这时他受伤的手突然被托起 这点小伤不用处理 一会他自己就痊愈了 玲璐你怎么在这里 你在惊讶什么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话音刚落就看 白虞儿兴奋地直接抱住了军领物 紧接着忍不住又向他后面看了 随即两人回头间 军杖剑的身影便出现在了视影中 听说军杖剑乃是追随神子的军家蓄力 白虞儿双眼都开始泛起光芒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这里看到了杖剑公子 就代表神子肯定已经决定帮助朱雀国渡过难关了 画面到青龙谷国中央大殿程 一阵歌舞声停过后 青龙国主恭敬地呈上了领 只见沙莲后的身影笑了笑 手中细力突然暴增 下一秒两块罗盘碎片便飞到了他的面前 很好 国主你果然没让本侯爷失望 接下来就剩下朱雀谷国那一块 是这个国家的王 却甘心给一个孩子当了走狗 听说朱雀谷国背后有军家神子的庇佑 自称是侯爷的孩子更是语出惊人 扬言如果军逍遥赶坏他的好事 到时候也不介意让军家断后 现在最重要的是立刻集结军队 尽快将朱雀谷国攻占 并顺利夺回最后一块罗盘铲片 还有听说朱雀谷国的皇女天赋异禀 颇有滋责 那就将他也顺路和碎片一同带回来 让本侯爷也尝尝公主的滋味 即因后位于朱雀谷国最后的屏障难民关下 皇女也要亲自上战场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朱雀国王正在闭关 他只能肩负起重担 并吩咐一旦开打君灵龙就可以先行撤退 此刻君灵龙还想做出最后的挽救 要让拜玉儿跟随他回军家 等神子出关再来报仇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拜玉儿的轻轻一笑 我是皇女城破极国破 谁都可以走唯独我不能走 朱雀之子生于烈火也当死于飞燕 我已命人将城中的老弱病残安置到了统一地点 只盼将来神子如果可以伸出援手 将他们妥善安置就万分感谢了 眼看着拜玉儿视死如归的态度 君灵龙也不好再继续劝说 能做到的只是在临别之前 愿他可以活下去 这样将来两人便还有再见面的机会 看着闺蜜要去赴死 他却没有任何办法来阻止 此刻君灵龙的心仿佛被针刺一般却又无能为力 数日后南民关的城墙上 看到兵临城下的熟悉旗帜 让拜玉儿内心忍不住发起震惊 因为那整齐华裔气势磅礴的军队 正是朱雀国昔日的盟友玄武国的玄甲军 他们的出现只能证明意 那就是玄武谷国的国王怕事已经凶多吉少了 朱雀谷国的将士们听着 我乃玄武国大将军玄义特来给你们一个建议 缴械投降便可避免无辜杀戮 可拜玉儿的回复 却让玄义的内心急震动又悲哀 要战便战 我朱雀国的将士们宁可战死沙场 也不会做敌人的走狗 生于烈火死于飞燕 神火不灭诸却不亡 这是一道传音突然传进了他的耳中 命令玄义不要再犹豫 否则就会立即将玄武国主斩杀 因此玄义只能咬了咬牙 举剑大声开始发号施令 伴着拜玉儿的小手同时举起 一场违心又不得不发起的战争就此打起 是一座普通的宫殿 却因为一场爆炸即将闻名于世 原因不是别的 正是因为这个闭关两个月 出关就要惹出大动静的十二岁小孩 天仙玉 君家神子君逍遥 一道雷音上 君万杰来到天地宫门前单膝跪地 和一同前来的君雪皇一起恭贺神子出关 看了半天没看到君灵龙的身影 一番询问这才知晓 青龙古博和朱雀古博之事 一股恐怖的威压突然降临 君万杰内心震战的同时忍不住发出哐叹 难道神子又突破境界了 然而还没容得他多想 只见君逍遥双手和时间 一块虎符令牌便出现在了手中 将其一分为二后分别交给了两个 命令他们拿着虎符立刻调集 风陵火山四位队各一万人 开拔去四项古博 我倒要看看 是谁那么大胆 敢动我君逍遥的人 时间线来到傍晚时分 看着手中那块陌生而又沉重的君交虎符 即便两人身为君家序列 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家族里的清军 在年轻一辈里恐怕也只有神子 才可以直接调动家族军队 要知道四位队分为风影卫 玉灵卫 火旗卫和山神卫 其中就算是最弱的战士 都有涅槃境的实力 风天境以及神火境的强者 更是数不胜数 而最让人想不到的是 君逍遥竟然就这么轻易地 把这些高手的指挥全交给他 这时听着君万杰叙述 君雪皇突然发起反问 让他说说看自己眼里的神子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他很奇怪 我是指他的思考方式 而且他的行为逻辑 就不像是九天仙玉的人 他没有仙玉之人 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慢 比起修士 他更像是下界的凡人 说完君万杰 突然想到了什么看向君雪皇 而君雪皇却没有理会他的目光 只是看向前方的同时 微微笑出了声 画面来到君家后殿 位于爷爷的寝宫内 看到爷爷正在明晰打坐 君逍遥捏手捏脚地来到身前 竟然直接给组长爷爷带了个蝴蝶结 不出意外地果然挨了顿爱心想拳拳 然而听说君逍遥调动了君家卫队 爷爷竟然鼓励他放手去做 随即又转头看向逍遥 你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用装可怜你什么德性我还不知道 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主 可就在爷孙俩嬉戏打闹时 爷爷就已经看出了逍遥身上的不同之处 有些甚至连他一时间也看不出端倪 然而还没等爷爷仔细查看 君逍遥便又给他来了个意外震惊 在逍遥拿出一枚古老牌子 询问爷爷爷此为何物时 吓得爷爷爷差点喊出了声 听闻此物乃是逍遥在天元至尊密藏内所留 爷爷这才后知后觉 想着此物难道是天元至尊从异域带回来 想到这里爷爷突然震惊起来 看向逍遥询问他 你可听说过仙玉七大不可思议都是什么呢 一块不同的青铜残片 竟然牵扯出了荒天仙玉七大不可思议 开往黄泉的星空鬼船 手持袖剑的断手剑壳 以及埋葬无数至尊强者的青铜仙殿 而君逍遥手中的青铜残片正是青铜仙殿里的场 看到若有所思的君逍遥 爷爷紧忙提醒他不要动青铜仙殿的心思 因为以君逍遥的天赋实力大可不必去那里冒险 只需岁月的积累成圣作祖只是时间的问题 看着爷爷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力 君逍遥本想向爷爷保证自己不会去一身犯险 可就在这时久违的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以刷新 请在青铜仙殿进行签到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感不感动 这尴尬一幕不禁让君逍遥瞬间黑了脸 可喵的狗日的系统你还真是会挑手 画面转到朱雀谷国战场 经过了几天几夜的凄惨战斗 朱雀谷国军队除了几位将军以外 几乎已经所剩无几 而让他们更加绝望的事 青龙谷国竟然还在不断向这里增援 就在大家都认为朱雀谷国即将灭亡之际 位于战场中央的一道倩影忽然发出大海 紧接着就看他没清楚印记开始散发无穷火 被火焰烧过的朱雀谷国将士 竟然又死而复生重新站起身 投入了战斗中 朱雀神火不死不灭 但青龙国主很快便找到了解决办法 目光所致正是朱雀谷国公主殿下拜月 相信只要控制住神火的源头危机 自会迎刃而解 另外一边在青龙谷国的皇都里 成功潜伏近来的军杖剑突然站在了原地 因为他看见了面前的结结 如此一来里面定然就是幕后黑手的居住之所 然而就在军杖剑决定进去一探究竟是 他才刚一触摸到结界里面的人便已发现了他的踪迹 听着黑衣人的描述 那位自称是侯爷的孩童根本没有在里 一个蝗虫而已出去解决掉就可以 此刻宫殿之外眼看着目标就在眼前 军杖剑用力间速度几乎发挥到了极致 眼神在某一时刻突然怒睁 迅速向旁边挪了一个身位这才躲过的攻击 而能让他勉强接住攻击的 恐怕对方实力已经达到了空天境或者是神火境 然而此刻更为震惊的还属于黑衣人本身 因为根据他的判断军杖剑应该只有归一镜的实力 但却能在躲避攻击的同时还把他被伤了 挺厉害啊小子 说吧 你到底是谁 别着急 我马上就来了 这比应受万人敬仰的强者 如今却被一个孩童当面嘲讽 不仅硬扛了他的权力一击 而且还挡住了他赖以生存的绝血招式 鲜血迸发而出军杖剑进不怒反效 浩阳指 你是盘武神朝的人 身份被当面揭穿 黑衣人震惊的同时忍不住发起寻问 你小子到底是谁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军杖剑大笑出声 连武神惹的是谁都不知道也敢随便出声 朱雀谷国乃我军家逍遥公子麾下 韩武神朝是要与我军家为敌吗 当黑衣人听到军家两个字后 他已经动手 急速感生到军杖剑身后出手就是杀招 一击刺穿胸膛这才松了口气 因为这里的消息 他是不可能允许军杖剑带回去的 可就当军杖剑受到致命伤害应声倒闭 黑衣人的双眼突然怒争 只见军杖剑嘴角略微上扬 紧接着他的躯体便化作了万千碎片消散在空中 直到此刻黑衣人才意识到被他击杀的人仅仅是分身 根本来不及多想锦王瞬移离开 要把此事尽快告知侯爷才好 而当黑衣人离开不久后 军杖剑本体再次出现在了原地 唐武神朝遮遮掩掩的行迹让他也对此很困难 而在进入皇城时军杖剑便凝聚出了七具分身 在皇城里随意乱走 其中一具在刚进入结界时便发现了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冲偏起 简直就像是故意释放气息给大家看的 想到这里军杖剑决定不再犹豫 直接朝着气息释放所在地急驰而去 画面转到朱雀谷国战场中央 伴随着虚无中一只手骤然紧握 一股强大的气流瞬间爆发将败玉尔囚尽于空中 让他彻底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目标看向施展攻击的人影 败玉尔咬了咬牙身体便开始散发无权烈焰 然而这一切在青龙国主眼里也仅仅属于垂死争扎 小丫头还挺烫手 要不是侯爷点名要你去当事情 我真想立刻杀了你 眼看着皇女殿下蒙羞 朱雀谷国所剩无几的将士们还想群起而攻之 奈何实力差距过于巨大 青龙国主只是一个眼神威压 便将众人一击抹杀 随后又笑地笑看向败玉尔 表示如今你已经被我囚禁 你口中的神火不灭朱雀不枉此刻也该是时候结束了 这时就在败玉尔准备以身殉国之计 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降临 那无比熟悉的气息让青龙国主也为之一了 反观败玉尔却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因为从烈焰中出关的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父亲朱雀谷国皇帝必行 到残影急速闪过 军杠舰根据查看散发出的气息来源精准落地 判断出地下似有另一空间 手掌摸地的一刹呢 一道道侦测气流迅速散开 伴着气流受阻 军杠舰的双眼瞬间睁开 下一秒直接拿出配件 蓄力一击目标直指地下伸处 伴随着无数碎石崩裂地开 军杠舰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奔着地下伸处跳了下去 然而当她刚一落地 烟雾缓慢消散间 只见她突然双眼怒争一脸的不可思议 因为视野的镜头 一根巨柱上竟然绑着一个圣人 而就在两人相互对视的一刹呢 那人身上散发出的圣人威压 便足以让军杠舰动弹不得 这时伴着一道怒吓声 传出威压消散 军杠舰这才看到 另一边竟然还绑着一个圣人 晚辈军杠舰 敢问两位前辈尊姓大名 听闻来人信君顿时吓了圣人一跳 紧忙询问你可认得军家神子君逍遥 此刻相比于他 同样被绑着的另一个却显得格外冷静 先是和军杠舰解释说 他们两个乃是玄武和白虎的国主 因为既不如人所以才被囚禁在此 国家也落入了他人之事 听闻朱雀古国早就被军家神子收入威县 敢问军家神子可有意插手此事 这时听到军杠舰肯定得答复好 两位国主大校出声的同时 又急忙让军杠舰将一个消息尽快传出去 那便是盘武神朝为了收服四项古国 他们可是出动了整整四位圣人高手 画面转到朱雀古国战场中央 被一击轰退的青龙国主面露震惊看向前方 老朱雀你还活着呀 让他说出此话的人正是刚刚修炼出关朱雀国国主 可青龙国主也明白 朱雀国主虽然成功突破到了圣人境 但根基还尚未稳定一定要趁他并要他命 所以也没再废话出手就是杀招 而在两人对轰的同时 败玉儿再次利用了朱雀神火降临之术 凡是被神火烧过的尸体又再次站了起来重新投入战斗中 可让他们绝望的是 被盘武神朝控制的其他两国军队增援已经抵达了战场 对朱雀国形成了包围之势 以至于青龙国主大孝出声劝诫朱雀国主还是早点脱下 而就在朱雀国主决定拼死一搏时 一道黑色身影突然闪现到了他身后 发出雷霆致命一击 鲜血瞬间遍布了整片天空 凡人对碰恐怖如斯 一旦场面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原因只有一个 那便是由双方的圣人数量来决定 第一第二让朱雀国主苦不堪严 面对敌方的持续攻击 他也只能咬牙坚持平衡 利用间隙来回复战力 这时一股危机感突然传来 在朱雀国主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 根本顾不上肩膀传来的刺痛 因为他发现了对战敌方竟然又多出了一个圣人 紧接着伴随青龙国主邪校出声 又是一个圣人缓慢浮现于序风 朱雀国主这才绝望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他即将要面对的 事加上青龙国主一共五位圣人进强整攻击 青龙国主此刻还在劝着朱雀国王 趁早放弃抵抗投降归水 但从朱雀国王身体上浮现的能量波动 青龙国主也明白多说无意 眼神凝聚间 身旁的四位圣人强者都曾出声 四股能量波汇聚成一道恐怖恋调 目标直指朱雀国主不去 然而就在他准备燃烧兽员拼死一搏之际 发现致命攻击已经被人挡住 拜玉儿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加护神火替其父皇治愈好了身体治愈 他自己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栽倒在地上 望着亲生女儿替父党剑惨死云面前 朱雀国王周生开始爆发恐怖威压的同时 另外一边的青龙国主还在指责四位圣人进强者 完愿他们失误击杀了拜玉儿 因为那可是侯爷指令道信耀的女儿 但索性人死了还可以做成人偶重复利用 这时一股危机感骤然乍现 接着就看看面部突然遭受重击 被人一脚踹地盗飞而出 而发出攻击的正是被营救出的白虎国主 玄武国主落于朱雀国主深情 本想出言关心的他看到眼前的一幕中是没张开嘴 这时伴着一颗不死药出现在面前 军杖剑以命令的方式喊着朱雀国王 让他立刻为拜玉儿吃下去 做完一切之后 大家这才把目光转移到了被包围的青龙国主身上 四道风声急速掠过 让白虎国主等人眉头紧皱间 斗得青龙国主直接笑出了声 面对五个圣人 你们凭什么觉得会有胜算 还只是随手一回 便将大帝一分为二仇乱整身冤 一句话吓得一国之王差点尿裤子 原因不是别的 就是因为男孩名为军逍遥 就在当当 四项古国的将士们还在彼此厮杀 鲜血已经染了半边天 眼瞅着自己国家的勇士们一个个动向 白虎国主愤然转头面向战场 瞬间发出雷霆之吼气波散开间 白虎国的将士们这才停下了动作 可即便是他们此刻想收手也来不及 因为各国军队全部绞在了一起 此时收手和自杀没什么区别 而就在白虎国主命令国民们 不要再给青龙国当妻子时 一股冲击波迎面射来 低头的一刹那呼啸而过 差点让他的脑子担架 面对青龙国主的正面攻击 此刻他也没有空隙再去管理战场 伴随着青龙国主邪笑出声 一位非一圣人竞强者突然闪现到后方 前后夹击之势 强如白虎国王也只能选择专注于防身 一旁的玄武国主虽然有心之援 但他和朱雀国王面对的 也是同级别圣人竞强者的纠缠 即便有心也是无力 只能提醒白虎国主不要分心 眼瞅着局面开始呈现一边倒的趋势 青龙国主这才笑着发出疑问 他不明白这几人明明知道败局已定 为何还在做无用的抵抗 然而青龙国主却不知道 在解救白虎和玄武两位国主出狱时 军杖剑已经收到了神子御检传音 只要他们可以拖住盘武神朝的这几个圣人 四万军家轻卫出现的那一刻 这场战役的胜利者就会请客间发生反转 想到这里看着青龙国主一脸疑惑的武 逗得白虎国主忍不住大笑出声 而就在笑声还未停止 青龙国主不可思议地看向上空 紧接着一道耀眼光芒突然自天际闪烁 下一秒直接幻化成了一道恐怖能量链的宝石 将战场分离的同时大笔 瞬间被一封为二成了万丈深渊 老青龙 我们都在等军家神子 你在等什么呢 话音刚落人们便看到了烟雾散去 那发出恐怖一击的人 正是谢玉之首军家神子军逍遥 伴随着军逍遥的现身 无数身影开始从天空中落向战场 那一个个都出手不凡的人 正是神子经过特批带出来的军家四万轻卫 战场上的那些普通将士 看着杀人如麻的军家轻卫 就像看见的魔鬼一般 这时一道响彻天地的兽吼 又被他们转回了现实 都给我听了 朱雀谷国乃是军家神子威吓 谁若是敢再出手斩无射 兽吼逐渐消散青龙国主抬头肩 便听到了足以让他做一辈子噩梦的声 仙玉彻底消失 被狂告 张显神子仙玉之王 红鹰长矛 祝救军家轻卫辉煌 战场一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 令敌人闻风丧感的不是别 正是仙玉军家封灵火山四大贴身轻卫 眼看着局面由军家突然加入 而瞬间发生反转 青龙国王奋海出声质问神子你究竟想怎样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军逍遥嘴角微微上高 发动战争的是你 咄咄逼人的也是你 如今你还反过来问我想怎样 我想诸你九族你同意吗 听到这里青龙国主只能咬了咬牙 表示年轻人不要太气声 我背后也有高人劝你别太嚣张 然而没想到军逍遥给出的回复仅是一句话 便毫不犹豫地抬起了手 不气声那还叫年轻人吗 我今天倒要看看在这荒天仙玉 到底有谁能够承受我军逍遥的怒谱 话音刚落一道极其恐怖的能量 炼条自军逍遥双手瞬间发出 目标直指青龙国主本尊 被正面击中攻进了地面的那样 青龙国主显然也认出了此招 乃是五大神爵之一的军家路线剑军 然而如此攻击还不足以击杀圣人静强者 所以当青龙国主广过神来 便急忙开始向着远处逃去 可君逍遥怎能如他所愿 手中光芒骤然乍现大手一挥肩 元皇道剑瞬间发出形成了无数道锁面 眨眼间便追上了忙于逃窜的青龙国主 认出此招又是五大神爵之一 强无圣人静的青龙王也只能发出全力出手抵抗 这时一阵阴风突然袭来 只见朱雀国王抓住剑系对着青龙国主 就是迎面一击 鲜血狂喷青龙国主大喝一声 两位盘武神朝的黑衣圣人强者闪现而出 目标直指朱雀国王后身偷袭而去 索性白虎和玄武两位国王即使出手 阻止这才躲过一击 可白虎国主似乎忘记了对方 还有圣人静强者在刺激而动 而就在他即将受到偷袭的一刹那 又是君逍遥伸出手掌骤然紧握 在黑衣圣人被囚禁的一瞬间 君万劫以驯雷之时 一招雷弓一把发出 直接将那黑衣圣人全部笼罩其中 紧接着让众人震惊的事便发生了 只见黑衣圣人面具掉落间 里面露出的竟然是一副傀儡身躯 双眼泛起红色光芒似乎是收到了命令 身形迅速下降落在地面的同时 一把抱住青龙国主便向着远处顿去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位于战场上方再次闪烁起耀眼光辉 紧接着光芒中央一条金龙和一句话便缓慢浮现而出 君家神子 还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然而君逍遥却没选择鸟他 此刻他的注意力全部被其他的东西吸引住 我说足兄我年纪小剑是什么 没认错的话那是一张床吧 最近很流行御床飞行呢 这时听着身后君雪皇的解释大家这才明白 根据杖剑传回来的消息 幕后之人来自盘武神朝 据说盘武神朝里面确实有这么个奇葩家伙 应该是盘武神朝的冠军后 此人名为杨盘 江湖人称妇女公敌 王府里杨马的小丝从小备受欺凌 就因说错话便被扔下了悬崖 没想到杨盘却因获得福捡到了一把宝剑 而这把剑正是盘武大帝锻造的三把神剑之一 盘皇生灵剑 得到神剑之力杨盘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去屠杀了王府满门 然而犯下如此惊天大案 当时的盘武神主不仅没惩罚他 因为其手中盘皇生灵剑的缘故 还破格提拔他成为了冠军后 至此杨盘开始贪恋女色喜怒无常事杀无毒 所以后来才被仙玉之人称为了妇女公敌 这是看着君逍遥露出的恶心表情 漂浮于上空的床榻中 冠军侯杨盘同样也在注视着他 为了进一步试探杨盘决定先挑战一下的人 目光偏移落在了朱雀国主身上邪笑的 老朱雀本侯也给过你机会 只要交出罗盘碎片并沉浮于我就可以相安无事 我还特许了妮娜已经成为别人情人的女儿进入后宫 成为我的妾室那是何等荣誉你还有什么不满的 此话一出君逍遥就要出手 却被君逍遥突然拦了下来 手指指向不远处 只见城墙上的弓弩手们已经张弓拉剑 紧接着数以万计的弓箭便全部射向了阳盘 一群蝼蚁也敢对本侯爷露出獠牙 手中光芒骤然闪烁 向下挥出的瞬间 带有恐怖气息的大量混员散手直奔城墙而去 剑撞朱雀国主也坐不住 圣人竟实力爆发攻击被中途拦截 仅是一招便将混员散手击破烟消云散 同时朱雀国主拿出了罗盘碎片 表示朱雀国小明少受不得侯爷太太 但你要是执意逼迫我们只能预思 说完就要当面捏碎罗盘 杨盘愤怒大叫一声 背后突然一凉 紧接着一股金色能量链条瞬间将它包围 君逍遥握紧拳头的一刹 天空中的床榻就这样被瞬间毁一弹 抱歉了 我这个人听到有狗狂吠会忍不住动静 君家神子 我们有必要弄得这么不愉快吗 这话逗得君逍遥都笑出了声 我说阁下你连圣人静强者都不屑一步 如今却对我一个归异静修是这么客气 难道是因为我姓君你害怕了 照这样看你也不过是个欺软怕硬的废物 话说到这份上是只王八都忍过了 杨盘大手一指 名为浩阳指的秘迹瞬间施展出 可面对如此攻击君逍遥也只是摇了摇头笑说声 看你这境界也才归一锦 这么大岁数了真丢人啊 你到底在狂什么呢